这可如何是好 要是散落前辈还在就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多谢两位关心 不知道你们是 原来是前辈的朋友 其实这事也不算什么秘密 既然两位关心 我就如实相告 我的名字是纳比尔 焦灵院的风济官 最近发生了一起冠装之时走私案 恰逢我们风济官人手不足 风济官很缺人吗 主要最近 不知道大风济官赛诺前辈去了哪里 突然发生这种规模的案件 只靠我们很难调查清楚 风济官内部商量了一下 鉴于这起走私案影响较大 我们也会委派风济官以外的人 协助收集线索 两位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否助我们一臂之力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最近市场上突然多了很多来历不明的灌装知识 我们推测 背后应该有一条完整且隐秘的走私渠道 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 大量使用灌装知识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可目前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还有传闻 说已经有一些十分危险的灌装知识流入了市场 不论真假 彻查走私渠道都已经刻不容缓 目前我们收到线索 一些人似乎正在虚迷城外收卖灌装知识 就拜托你们到那边调查一番了 好 那我们马上出发 赛诺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难怪我感到一种熟悉的气息 原来是你们 我正在调查一些事 有什么话下次再聊吧 最近有一起灌装知识走私案 内情复杂危险 我碰巧打听到一些消息 一路追到了这里 真巧 我们也是来调查这件事的 情况可能比你们预想的麻烦 我已经审判了一些人 但获取到的情报很少 此时说来话长 我刚刚打听到秘密收买灌装知识的地方 你们若是感兴趣 可以跟上来看看 听上去好复杂 不过有赛诺在 压力好像小了很多 走吧 我们一起去把那些坏蛋抓起来 这就是全部的货了 感觉数量比上次少啊 管那么多干什么 爱买不买 最近查的言 我们手上的存货也不多了 有看上的早点出手 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到货 真不知道叫灵远那些人在搞什么 来 这几个给我装上 我再看看 感觉这次没什么好货呀 都是些普通的知识 算了 结账吧 十五万磨了 先前后货 钱拿回去 人和货物留下 你是 赛诺 可恶啊 真是阴魂不散 喂 货不要了 咱们分头跑 别忘了把钱带上 抢抢 派蒙登场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掉的 同伙 怎么回事 不是说那家伙没有同伙吗 钱 这下难办了 两边看上去都不好对付 你有什么办法吗 认栽吧 就咱们拿到的那点分城 分不着把命搭上 干脆利落地投降了 之前抓到的人也是这个态度 因为他们涉案不深 只是最底层的售卖人员 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你们 这些贯装知识 你们是从哪进的货 没有固定的进货地点 我们跟上级都是单线联系 每五天 他会派人给我们送一次货 下次送货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我们真不知道 按理来说 三天前我们应该收到一批货 但是我们连货物的影子 都没见到 现在我们手上这些观装知识 还是八天前拿到的 所以剩得不多了 我知道三天前 他们为什么收不到货 因为那时候 我开始调查这个案子了 我想 他们的上级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 所以不再和他们接触 刚刚逃跑的时候 你说我没有通货 是哪里来的情报 我们第一天做生意 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上面的人提供了你的情报 让我们小心点 结果还是在了 话说 这也不是小心就能解决的事吧 总之就是这样 如你所见 对方摸清楚了我的底细 很早之前就藏起来了 暴露在外面的只是些小角色 不管抓多少都于事无补 如果有其他渠道就好了 会售买冠装之事的大商人 那不就是多 你们有怀疑目标吗 带上我 我会帮你们审判那个人 审判 像这样危险的人 我自然不会放人 好像不能让塞诺和多莉见面 这样 我会想办法处理这两个人 然后继续去收集情报 如果你们打听到了什么消息 可以来卡万一找我 至于你 以后不要再买冠装知识了 如果有未使用的冠装知识 也要及时上缴 知道了 多管闲事 喂 你这是什么态度 有什么不对吗 买卖冠装知识 本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你们非要来横插一脚 这么方便好用的东西 教令院藏着掖着 不就是打算自己独占 教令院已经公布过 冠装知识潜在的危险性 我不喜欢重复说脚 说了你也未必会听 我只希望你明白 你的行为 会让走私贯装知识越发猖獗 如果再有下次 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 连你一同审判 旅行者 派蒙 我先走一步 你吓我谁呢 我们去找多利问问吧 他的门路那么广 说不定会知道什么 记得他平时是在 卡萨扎莱宫吧 我们出发 原来发生了这种事 幸亏你们没有出卖我 不然我可要偷偷 该去哪里避风头了 不知道 因为我最近不做 冠装知识的生意了 不做了吗 是啊 因为最近冠装知识 逐渐犯了 已经卖不到好价格了 那伙人几乎垄断了市场 我可没有去别人锅里 分汤喝的习惯 要赚就赚 大钱 加上最近茶的比较严 我索性就直接 金盆洗手了 看来我们是 白跑一趟了 唉 倒也不算白跑 虽然不知道 幕后主使是谁 不过看在你们 帮我保守秘密的份上 我就透露一点 我知道的消息吧 毕竟那伙人吃相太差 我也盼着他们倒霉 好早点接手 咳咳 早点规范这个行业呢 嘿嘿 你明明说了自己吧 不要小看冠装知识的价值 能够让人便利地得到各种知识 不用受困于学习知识的门槛 这样的产品 买贵鞋也很正常 虽然不是人人都需要 但放眼偌大的虚迷 需求量绝对不小 还生产成本却不高 即便花些钱在运输费用上 也称得上一本万利 那为什么教练院不允许收卖冠装知识呢 嘿嘿 可以轻松掌握复杂的知识 不用动脑袋就能成为智者 听上去是很美好的事情 但这个世界上 哪里有什么事情 是只有好处 没有代价的呢 学习思考实践 获取知识 本是一件繁琐的事情 就像我收卖东西 也要事先做好许多铺垫 而冠装知识 跳过了所有的步骤 让你直接得到了知识 这就至少有两个潜在的问题 第一 你会无比相信这些知识 并且极难遗忘 这意味着 一旦出错 几乎没办法纠正 第二 长期过量使用 你的思考能力也会逐渐退化 最终 变成只能存出知识的图书馆 啊 这么危险 我记得你也用过冠装知识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当然 少量使用是不要紧的 所以之前 我也会出售一些 就像药物能够治愈伤病 但过量服用 也会对身体有害 关键在于 使用的数量 说远了 总之那些人 毫无底线的清销贯装知识 长此以往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更糟糕的是 如果你们只把注意力 放在那些流入市场的 灌装知识 就正好落入了 他们的陷阱 据我所知 他们真正的目的 使用灌装知识 传递有关 龟祭之亭的情报 这才是千载难逢的大生意 龟祭之亭 那是什么呀 传说龟祭之亭 是赤王时期的遗迹 得到里面的宝物 就能堪破生死 不过这是教令医院 明明禁止的研究 听说 这段时间 沙漠中正在举办拍卖会 售卖珍惜灌装知识 其中一些 就和龟祭之亭有关 我也是听到这个消息 才推测市场上 随处可见的灌装知识 只是障眼法 他们的真正目标 多半还是龟祭之亭 研究龟祭之亭的门槛很高 涉及到各种基础知识 想要快速组建一支研究团队 用灌装知识 是最好的办法 至于为什么要举办拍卖会 多半是想吸引民间那些 有兴趣又有实力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况且 谁敢保证最后一定能找到龟祭之亭 通过拍卖会 炒高有关龟祭之亭的灌装知识 先赚一笔 也是皆大欢喜的买卖 既然这样 要不要去一趟沙漠中的那个拍卖会 说不定会有线索 没错 说了这么多 是时候向两位推荐我们的 限定款沙漠特别旅行包了 里面还有一份标注了拍卖会方位的地图 刚刚我说过了吧 我售卖东西 也要事先做好许多铺垫 那么让我想想价格是多少呢 哦 每个旅行包居然只要五十万摩拉 真是太划算了 小派蒙的旅行包更是五折优惠 只要二十五万摩拉 好贵 不要紧 是赛诺在调查总司案吧 账我就记在他身上了 等事情完成后 你们抽空告诉他 让他到商会把账结了 哦 千万别直接来我这里 不然就暴露了 昔日教令院的大风机关 应该不会来账吧 哎 摩拉 嘿嘿嘿 凉闪闪的摩拉在向我招手 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总感觉继续聊下去 摩拉就要被清空了 赛诺 我们打听清楚了 那些人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归绩之亭 他们在沙漠中办了一个拍卖会 拍卖有关归绩之亭的冠状知识 归绩之亭 我就不问消息来源了 消息可靠吗 我们听说归绩之亭 有赤王时期留下的宝藏 真的吗 半真半假 那里是赤王时期 一个见不得光的教派 修筑的秘密场所 里面确实有宝藏 但更多的 却是未知的危险 从以往的研究资料来看 进入归绩之亭 需要支付生命作为代价 这绝非普通的遗迹 就要宁愿明令禁止 任何人进行研究 如果说幕后元凶 利用冠状知识转移研究资料 扩充研究人员 倒是确实有这个可能 不论如何 都有必要去一趟沙漠 这些年 研究归绩之亭的人 越来越少 但不管是教令院 还是民间 都仍然存在 毕竟有传闻说 得到归绩之亭的宝藏 就能堪破生死 甚至让死者复生 对许多人来说 生死往往是最大的遗憾 明知传闻不切实际 却还是抱有幻想 狂热地去追寻 这就导致 关于归绩之亭的研究 屡禁不止 很难判断 冠状知识内的资料 来源于哪里 你们知道 拍卖会的地点吗 好 那就去看一眼吧 不过在那之前 得先把跟着我们的尾巴处理掉 尾巴 先从镇子离开 只要我们动身 他们自然就会出现 别怕 这种小事由我处理 真可看 不过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站住 几位是要去沙漠吧 我劝你们 还是考虑清楚再出发 你们是谁 我们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人让我转告你们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你就是赛诺吧 早就听说你凶名在外 不过这次的事情牵涉太多 继续查下去 就算是你 也没法全身而退 至于你们 既然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引火烧身 没错 我们才不会做事不管 唉 你们想清楚了 赛诺 你不就是想要功劳吗 雇主说了 只要你们打道回府 他也可以退一步 比如说减少出售罐装知识 以此显示 你的清茶 颇有成效 不仅如此 他还可以把收益也分润给你 得了名声 又拿了钱财 我想不到你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我同样也想不到答应你的理由 多说武艺 让开 哼 那可不行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既然你们非要坚持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那就为了吧 有啥不可有了 入手做琴吧 我无论 欸 嘿 努勞的掙扎 可惡 好火有血 無處可逃 判決 暫息降臨 偿還醉意 该定罪了 裁决一致 可恶 你们给我记着 塞诺 你竟然要管这件事 今后会有数不清的人来找你麻烦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我们走 不用了 抓到了也问不出什么情报 而且说不定是陷阱 抱歉 把你们也卷进危险中了 你们和我在一起 多半也会被记痕 这段时间要小心 睡觉也不要闭眼 不对不对 睡觉肯定是要闭上眼睛的吧 未必 总之留心 许多佣兵团报复性很强 因为一旦失守 会降低他们在业内的评价 为了挽回面子 他们可以一直折伏在暗处 伺机偷袭 遇到过 记忆犹新 我曾与一位前辈搭档 一起执行任务 那时候我经验不足 结案后放松了警惕 结果遭到了残余势力的袭击 前辈帮我挡了一刀 我们艰难平息了局面 那之后我更加谨慎 睡觉都会保持警惕 没想到发生过这种事 那 三诺的那位前辈还好吗 手腕鼓励 休养了两个月才回复 不过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去年前辈出于个人原因 转了文职 不再像我一样外出执行任务 她的名字是塔杰拉德卡尼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风机关 以后你们应该也会和她接触 总之 我们在做的事很危险 我已经习惯了 但我不想看到你们受伤 放心吧 我会打起精神 提前发现危险的 别担心 这个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事情了结之后 我会把前藏的危险意图抹出 好热 要是有常凉的地方就好了 还有不少路要走 再坚持一下 而且从周围环境来看 这里也不适合休息 好吧 可三怒不觉得热吗 当然觉得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有什么秘诀吗 我感觉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尽可能保持清醒 然后靠毅力撑着 一旦放松下来 只会更加疲惫 一步一步走 不要让大脑判断身体的极限 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再彻底放松 好吧 不过安全的地方指的是哪里呢 我觉得这里很安全呀 你看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附近也没什么怪物 这些毒蟹是从哪里来的 小心 这些家伙不太对劲 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毒蟹 这不是普通的毒蟹 你看 它们的钳子上有编号 这是人为四样的毒蟹 有人不希望我们去拍卖会 所以派他们过来围堵 反正周围是漫漫黄沙 就算我们被干掉 也不会有人知道 好危险 幸好我们没有放松警惕 但是不太对 沙漠中没有固定的路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到这里来 别动 果然 他们把这东西放在你身上了 这是什么 妙论派造出来的小型定位器 能够据此确定 佩戴者的大致方位 我记得这个装置没有获得量产许可 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 莫非 有妙论派的学者牵涉其中 可是不太对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 应该是和傭兵缠斗的时候 被他们放上去的 当时情况很乱 没发现很正常 我幸快赛诺发现了 那我们快把他扔掉 不 还是先让他留在你身上 应该会派上用场 继续去拍卖会吧 在这里耽误太久 说不定会有别的危险 奇怪 这里就是拍卖会吗 是啊 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说是中场休息 打败那些佣兵团之后 我们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这里 之所以这么急 就是担心会有人过来通风报信 而我们还是扑了个空 想必是因为这里的人通过定位器 观察到了我们的动向 提前撤离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搜 他们没来得及转移所有的冠状知识 这里可能会有线索 那我们可要好好找一找 那我们可要好好找一找 我会保护大家 我会保护大家 有什么发现吗 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许是记录归记之庭的冠状知识数量不多 被他们带走了 没关系 我还有一个办法 你们原路返回 而我藏在这里 过一段时间你们回来跟我会合 应该会有收获 他们匆忙撤离 很多货物来不及带走 不可能一直这样放着不管 确认我们离开之后 自然会有人过来收拾 所以要让定位器离这里足够远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安全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们当诱饵 来骗他们现身 好吧 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里就交给你了 放心 只要他们敢来 我一定把他们留下 好累呀 走了这么远 应该可以了吧 还要继续走吗 可是我已经没力气了 不如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回拍卖会那里看看吧 不知道塞诺那边有没有收获 哇 真的抓到了 你就是在背后捣鬼的大坏蛋吗 快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刚刚他出现的时候 我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而是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 他不是幕后主使 但他应该是一个分量不轻的商人 我说的对吧 不愧是塞诺 看得真准 早知道你没走 我就不贪这点便宜了 贪便宜 什么意思 得知你们要来 各地的观中知识商人 立刻做鸟兽散 货物也来不及全部带走 这些暂时都是无主之物 只要抢在别人之前拿回去 就能大赚一笔 当然 现在说这些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应该知道是谁在制造 和售卖观装知识吧 需要我动手 还是你自己说 我自己说吧 不过在那之前 我希望换个地方说话 留在这里 如果被别人看到 我和你们接触 我和我的家人 也会有危险 你想去哪儿 到我家吧 在阿如村 那里很安全 可以 于行者 把定位棋丢掉 我们过去看看 爸爸 你回来了 是客人吗 你们好 这是我的女儿 名叫西敏 稍微有些怕伤 乖 你先自己玩会儿 爸爸有事要和几位客人聊 哦 赛诺的名字 业内没有不知道的 你们两位怎么称呼啊 我是派蒙 这位是雨行者 哦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那位独来独往的赛诺 居然会有同伴 所以看着定位棋 逐渐远离 我才笃定是赛诺 不过就算你们抓到了我 我还是想劝你们一句 到此为止吧 不要继续查下去了 为什么 制造 销售 分赃 每个环节少则几十人 多则上百人 高额的利润 让所有人聚冷在一起 为了维护这条来之不易的产业链 每个人都会竭尽全力 就算是你 也只能撞得头破血流 而且就算你真的做到了 也没有任何人会感谢你 或许你自己都会感到难过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没什么好说的 爸爸 喝茶 还有客人的 瞧我都忘了给客人倒茶了 多谢你了 没事 那个 家里的茶很苦 所以我把爸爸给我的糖放进去了 应该会好喝一些 真懂事 糖还有吗 没有的话 爸爸下次再给你买 好 我去休息了 不是说参与其中的人 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吗 我从你身上看不到这一点 其实 这也是我想跟你们说的 一个我自己的请求 我的女儿 出生起就患有一种顽疾 她的心肺比一般人虚弱 稍微剧烈的运动 就可能导致晕泉 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 她自幼没有完伴 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平时还要吃很多药 开销很大 而我呢 原本只是个小商人 起草贪黑 东奔西走 赚到的那点钱 远远不够 只能一天天地看着她 越来越虚弱 直到有人找上我 给我指了一条 生财之道 售卖冠装知识 没错 赚到了钱 总算可以给她治病 看着她逐渐好起来 我心里比谁都开心 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 走私冠装知识 在你看来不可原谅 但对我们来说 这却是活命的办法 我告诉你这些 就是想劝你一句 收手吧 赛诺大人 给我们一条活路 怎么会这样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禁止 收买冠装知识 她就会 我必须要知道真相 我可以找人帮那孩子看病 但我不能对走私 冠装知识 视而不见 这是两码事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过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既然你执意要查下去 就去房屋后面找吧 那里 有我不久前刚刚进的货 看我之后 你就明白了 既然有这么多 整整齐齐装了这么多箱子 这里还只是其中一个商人的窝点 这个数量不可能是小作坊生产的 难道真的是叫灵月 可是像这样大宗货物紧出 不可能没有审查 快看 这些冠装知识好像不太一样 难道 这就是记录归记之情的冠装知识 应该没错 等等 这是 这是 封机关的放行图障 应有这个标记 就意味着里面的货物 已经由封机关审查过了 见到定位器的时候 我怀疑有教令院的人参与其中 但我想不明白 怎么把这么多冠装知识 送出教令院 现在我明白了 有了这个图障 货物进出教令院 就无需二次审查 可以畅行无阻 难怪不希望我继续查下去 破坏封机的 封机关本身 难以置信 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虽然这些冠装知识来自教令院 那么关于 那么关于 关于规计之庭的冠状知识 很可能用的也是教令院内 封存的研究资料 只要去资料室查看记录 就能搞清楚背后是谁在捣鬼了 但以我现在的身份 贸然出现在教令院 只会打草惊蛇 这件事 可以拜托你来调查吗 我会写信给纳比尔 让他带你去资料室 包在我们身上 这段时间我也不会闲着 虽然幕后之人的线索 指向教令院 但对方明显在教令院外 也很有实力 从巴哈利那里 可以拿到一些 其他商人的信息 我留下来提前做些准备 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以随时回来找我 你们好 又见面了 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想到 你们居然遇到塞诺前辈了 前辈他还好吗 信我看完了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抱歉 早知道如此危险 我不该贸然把你们卷进来的 没事啦 我们也想帮到塞诺 能看出前辈很信任你们 资料室内封存的 可不是一般的研究资料 基本都是被禁止的危险研究 就算是我平时也无权出入那里 当然 有塞诺前辈的介绍信 这一点倒是不成问题 没错 教定院的学术风气开放 鼓励学者进行各种研究探讨 其中一些研究过于危险 需要风机关来出面制止 研究被废除后 绝大部分研究资料也会被销毁 但是为了留下记录 警示后人 还是会有一部分资料保留下来 被存放在秘密资料室 由专人进行看管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希望那里 有塞诺前辈要找的答案 秘密资料室 会不会有很多危险的东西 我们可要小心点才行 嗯 我知道了 既然是塞诺介绍的人 应该可靠 关于规计之亭的研究随你们调阅 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 至于其他的研究资料 我劝你们少看为好 知道的太多 也不是什么好事 原来资料室内部长这个样子 我也跟着你们长见识了 教令院中嘴巴严实的人不少 但让人感觉 无论如何都会保守秘密的人不多 塞诺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他现在不在教令院 但我很信任他 自然也很信任他介绍的人 好了 研究资料在那边 速看速回吧 小子 他们打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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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识是从教令院流通出去的 那么塔结确实有嫌疑 因为这段时间 来这里翻阅过 规计之庭研究资料的 只有塔结一个人 关于规计之庭的资料 内容繁多 当初那七个学者 被捕入狱后 想要重启研究并不容易 光是搞懂这些资料 就很困难了 但如果将它们 制作成冠状知识 就能立刻让人学会 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 在教令院以外的地方 重启研究 就算这样 传闻中 规计之庭的宝藏 不是可以让人掌控生死 甚至让死者复生吗 或许 他想借此让穆尔塔达回来 我自己也不相信 塔结会做这种事 我只是提供我知道的线索 调查真相抓捕犯人 是你们封济官的职责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没有的话就请回吧 我已经被绕晕了 我们该怎么办呀 哦 说起来 赛诺前辈怀疑那些冠状知识 是从教令院运出去的吧 如果真有那么多箱子的话 不可能没人看见过吧 我们去教令院门口找人问问 也许会有什么发现 塔结前辈 放心吧 我一定会洗刷你身上的污名 好吧 那我们一起去打听清楚 不好意思 请问你最近有见过 大批货物出入教令院吗 啊 教令院不是经常有大批货物出入吗 食材 原料 食盐器材 教令院每天消耗那么多 肯定要及时补充吧 嗯 我们要找的那些 盖了风机关的放行图章 你见过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也不会留意哪些货物 有放行图章 你们换个人问问吧 不好意思 请问你最近有见过 大批货物出入教令院吗 没什么印象 不然你们去问问别人 不好意思 请问你最近有见过 大批货物出入教令院吗 为什么这么问 想确认一下 有没有什么异常 硬要说的话 也没什么异常 不过确实有引起我注意的事情 妙论派的一个学者 这段时间经常往外运东西 每次至少都有几十个大箱子 我问他里面是什么 他说是废弃的机械 以前妙论派 也经常会把报废的机械 卖给旅行商人 所以我也没太在意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 他运货也太频繁了 以前没这么多淘汰的零件 你就没有怀疑 不应该上前检查一下吗 箱子上面盖着 风济关的放行图章啊 我闲着没事查他干什么 当然 我确实怀疑过 他伪造放行图章 不过你猜怎么着 那位塔劫大人 亲自来了一趟 告诉我这些货物 他已经审查过 让我不要为难那位学者 总不能连塔劫大人 也是伪造的吧 怎么可能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塔劫前辈绝对不会 不 不可能 塔劫前辈一直兢兢业业 肯定是有人诬陷他 你们等一下 我认识一位 在塔劫前辈身旁 做事的风济关 我让他带我去见塔劫前辈 都说了 现在我也没办法联系上塔劫前辈了 昨天有几个镀金旅团的人来找他 塔劫前辈在办公室见了他们 我站在门外隐约听见他们说什么 找到了 等我回过神 办公室的门开了 塔劫前辈换了身杜金旅团的衣服 跟他们一起离开了 然后塔劫前辈今天也没来上班 我也正纳闷呢 你们要是想见他 不妨去他家看看 前辈家就住在须弥城郊 杜金旅团 塔劫他 会不会真的就是制作冠状之时的人 不 不会的 塔劫前辈和赛诺前辈一样 一直都是我们风济关心目中的英雄啊 他怎么可能 也好 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要再消沉了 我们一定会找到真相的 对吧 这里就是塔劫前辈的家吗 里面好像没有人 怎么办 要直接闯进去吗 不 等等 门没锁 难道是因为 塔劫前辈走得太匆忙 话说回来 还不能确认塔劫前辈就是犯人吧 我们这样直接进去 是不是不太好 也是 就算现在申请调查令 至少也要明天才能开始行动 世纪同权 希望塔劫前辈 不要介意 这是 写满了名字的纸 还有一张地图 纳碧尔 你能看懂吗 这确实是塔劫前辈的笔记 这些文件看上去像是账目 上面 上面记录了塔劫前辈 与一些人的往来 从账目来看 这击走四岸的规模 也太可怕了 参与人数超过三百 光是社会名流 就有几十人 不只是知名学者 还有商人 佣兵 塞诺前辈应该还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吧 这么庞大的组织 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对抗的 也是 塞诺前辈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地图看上去像是规计之亭的地点 你把它拿给塞诺前辈 让塞诺前辈决断吧 如果塔劫前辈 真的背弃了自己的身份 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 我觉得他现在 应该在规计之亭 我不想去怀疑塔劫前辈 但我和塔劫前辈 确实接触得不多 如果是塞诺前辈的话 也许能看出些什么 我们赶快把这些东西 拿给塞诺吧 塞诺看出什么了吗 塔劫 仔细想想 我确实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 印象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有时会用比较极端的手段 但从未做过违背本心的事情 那塞诺觉得他会是梦后元凶吗 我不知道 我无法想象摩尔塔达的事情 对他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人确实是会变的 这一点 这一点我也无法否认 爱子心切也好 另有隐情也好 现在的他是什么样的人 终归还是要我们亲眼确认 没错 无论如何 他参与其中知情不报 都是不争的事实 正因如此 我才要见到他 问清楚原有 然后 亲自审判他 走吧 抓紧时间 这里就是龟基之亭 里面真的有埋藏什么宝藏吗 好紧张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不用担心 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快看 墙壁上有些破损的裂痕 难道说 有人在这里打过架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madre mia El cine ¿no no? re part 屋子 好像パネ 没过 这些音乐 的 de los 的 刚刚那个通道 是不是转起来了 我们过去的时候可要小心点 他应该不会再转了吧 我们不要转到他的角落 我们就要去 感觉那个眼睛 其实像这样的我们一样 müm..你前面吧 我有点害怕 Joder, que susto me dieron los escalones Digo, rey un laser Nada escondido, ¿no? parece Digo, rey un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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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一往无前 无牵无挂 只为心中正义而活 慢慢地老了 就开始谨小慎微 许多是明知不对 却还是视而不见 我也同样如此 以前的我从未怀疑自己做的事情 但木耳踏踏死后 我能感觉到 我坚持的正义在慢慢崩塌 我兢兢业地做好了每一件事 等到老了 却发现自己孤苦无依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能想象这种感觉吗 是我亲手将木耳踏踏送入监狱 也将自己逼上绝路 他到死都恨着我 而我也活在心痛和遗憾当中 作为一个父亲 我对不起他 现在 却有一个弥补遗憾 与他团圆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 诡计之停 这里有颠覆生死的力量 甚至能让死者复生 你得到想要的东西了吗 看到我身后的门了吗 宝藏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只差一点点了 赛诺 你不该在这个时候来的 如果你能来晚一些 没有那么多如果 发生的事不会改变 死去的人无法复生 说到底 所谓的宝藏 其实也只是传闻 既然你这么笃定 可否让我打开门看看 不行 我感觉门的背后有什么危险 一旦开启 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 哪怕是作为曾经的搭档 恳求你满足我最后的心愿 也不能通融一下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 不留情面的做事 只会让身边的人离你越来越远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不会考虑那么多 如果维护原则的路只有一条 我就会沿着这条路 走到最后 看来是说不通了 也好 就让我看看 你的枪数 有没有什么长进 看 入手做琴吧 哼 你好 哼 付出什么代价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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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新的力量 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 只要开启我身后的大门 我就能获得完整的力量 从而跨越生死 糟糕 必须要阻止他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那可难说 你也受了伤 想阻止我恐怕不太容易 还是说你已经做好准备 打算付出生命的代价 没有关系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打荡的时候 你也是像这样 不要命地往前冲 过了这么久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你也是 名单和地图 是你故意放在家里的吧 为的是让我能顺利找到这里 刚才也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你用这副样子骗过了名单上的那些人 可是骗不过我 最开始我也只是怀疑 直到交手才正式确认 如果你真的变得面目全非 枪术不可能还像从前一样 什么意思 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打开那扇门 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 好大的声响 发生什么事了 看来时间所剩不多 我们长话短说吧 木儿他大去世后 我消沉了很长时间 总盼望着 现实是一场噩梦 醒来 就能再次看到他熟悉的笑脸 就在这时 有人找上我 希望与我合作 共同寻找规计之体 我调查了他们的背景 发现他们背后 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那些人来自各行各业 在欲望的驱使下 耗费无数金钱暗中研究 甚至供奉鲜活的生命 祈求规计之庭显现 难怪关于规计之庭的 研究屡禁不止 原来是有人在背后穿针引线 我非完食 当然也会犹豫 心里盼望着 穆尔塔达能够回来 李星却告诉我 不能这么做 在这种痛苦中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规计之庭 这个当初蛊惑人心的地方 几百年后 依旧在促成悲剧的诞生 只要这地方存在 就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 前赴后继 就许许多多像穆尔塔达一样的人 为了追寻他而付出代价 就让他 永远地埋在流沙之下吧 没有了规计之庭 也就不会再有执着于规计之庭的人了 没错 我做出一副信念崩塌的样子 让他们能毫不怀疑地与我合作 借此找到 并破坏规计之庭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需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来审判那个组织 教令院禁止研究规计之庭 从一开始就不会批准我的计划 而且这个组织能量很大 教令院中也有他们的人 想要快刀斩乱麻地将他们铲除 不能只依靠教令院 所以你故意装作幕后元凶 来试探我的想法 抱歉 不过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你没有变得圆滑 而是像以前一样无畏 不向任何人妥协 这里马上就要塌了 你们赶快离开吧 等等 你不走吗 外面还有很多要抓的坏人呢 他已经没办法离开了 生的气息所剩无几 如同燃剑的蜡烛 从开始这个计划的那天起 你就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吧 冒着被当成叛徒的风险 与他们合作 用自己的生命 开启并破坏规计之庭 无论如何 我放任冠状知识流通 研究规计之庭 都是严重的罪过 就当是我对自己最后的审判吧 而且 我忙于工作 一辈子也没有满足过 木耳塔达的愿望 找到归计之庭 是他最大的心愿 在车里与他团圆 他大概 也就不会怪我了 名单上的人 就交给你了 抱歉 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搭档吗 见到木耳塔达 替我向他问好 我们走 爸爸 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严格 明明一起偷懒 只有我被批评 不用你来关心 放心吧 我不会糟蹋你的名声 好吧 何姐 老爸 我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研究方向了 就没有一顶同容的余地吗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风机关 纪之庭 就像塔杰说的 归纪之庭 已经促成了太多灾难和悲惧 不过 淹没在流沙之中 才是他应有的结局 对他们来说 不管是归纪之庭还是别的什么 只要有利可图 就可以无视教令院的禁令 他们的目标 是利用危险研究来攫取高额利润 这次被塔杰摆了一刀 他们应该会继续寻找新的目标 不过 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了 我们也来帮忙 多谢 但你们已经为我做得足够多了 剩下的事就交给我 我想要亲手将他们绳之以法 而且我答应过你们 会把钱藏的危险一同抹出 就这么说定了 四天之后 你们在喀万亿等我吧 又见面了 这次的事情真的多谢两位了 纳比亚 你怎么在这儿 有一批从沙漠押来的嫌犯 会经过喀万亿 我在这里负责看管 这是最后一批 运完我就回教令院了 这几天真是惊心动魄 好在这起案件终于落下帷幕了 一开始名单上那几个佣兵团 打算鱼丝网破 制造各种习习来掩盖真相 不过听说有人横穿沙漠 一夜间端掉了他们的老巢 之后名单上的人 又开始向教令院高层施压 那段时间人心惶惶 案件一度陷入停滞 后来呢 后来啊 塔吉拉德卡林前辈牺牲的消息传来 大家的情绪瞬间就炸了 风机关同仇敌忾 联手整肃了内部 并将名单上出现的学者全部逮捕 有些人逃出教令院 但都无法逃过一劫 连同分散在虚迷各地的其他犯人一起 被击溃佣兵团的那位神秘人士 全部缉拿 甚至我还听说 有人快要逃到风单 也照样在边境被绑了回来 三百多名犯人被关押审问 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地震 这样就结束了吧 那些人被抓之后 应该就不会有人走私冠状知识了 嗯 也就不会有受害者了 虽然很辛苦 不过感觉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呢 是啊 多谢你们了 另外 那位神秘人士 应该就是赛诺前辈吧 在我心里 也只有前辈能做到这种事了 说起来 你们这段时间和赛诺前辈还有联系吗 刚刚在附近望风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很像前辈的背影 他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走在一起 一眨眼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如果你们见到赛诺前辈 请替我向前辈问好 没问题 那比尔也要小心点 不要让那些坏人逃跑了 放心 那就再见了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来教练院找我 独自审判三百多人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管怎么看 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知道 不过我在审问的时候 意外得知了一件事 木尔塔达拉德卡尼 之所以会对归继之亭感兴趣 是因为有人蛊惑了他 木尔塔达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自然想做一件令人惊叹的研究 在他去世后 那些人又试图利用塔杰对孩子的愧疚 拉他入伙 玩弄人心末世生命 为了利益无所不畏 这让我感到愤怒 我可以理解 这是我最近研究的植物陷阱 送你一些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可以带上 陷阱丢到泥土中会迅速生长 并且散播有麻痹性的花粉 平时我用不上 放在你这里 倒是能多收集一些实验数据 塞诺 提纳里 原来纳比尔见到的人是提纳里呀 你也是来找塞诺的吗 是啊 塞诺拜托我收集几种药材 帮一个叫西敏的小女孩看遍 我也顺便过来看看她的伤势 身体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看起来比以前更孤独了 多打打七圣召唤 不要总是绷着脸 克莱本来就有点怕你 这下更不敢跟你说话了 克莱最近怎么样 长高了一点点 成绩马马虎虎 上次测试 明明提前给她画过重点 还是错了好几处 看她最近身体状态还好 我打算让她出来走走 正好有一件事就要给她去做 克莱要离开到成林吗 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让她开设临时讲座 科普冠状知识的危害 顺便探讨如何安全使用冠状知识 这起走私案的犯人 虽然被抓捕归案 但民众对冠状知识的好奇与渴望 却仍然存在 所以我想派克莱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 到时她的安全 就交给你们负责了 放心 那我先走了 你们三个 有什么事随时来到成林找我 准备案中对你们动手的人 我已经全部抓到了 就算还有一些残余势力 也不知道你们曾经参与过这个案子 可以稍微放松点了 那塞诺呢 我还没到休息的时候 死去的人心愿已了 活着的人 必须继续前行 这几天 我仔细想了塔杰在规计之亭说的话 他说得不无道理 人是会变的 任何信念 都无法抵挡时间的侵蚀 可我希望自己慢点改变 再往前多走一段路 这样视我为前辈的那些人 那些走在我身后的人 就能从我身上获得一些勇气 就像 我也曾经从我的前辈与搭档那里 得到过勇气一样 不用担心 现在 我不是正在和你们聊天吗 很多事 说出来我也会轻松一些 有不少人想去沙漠调研塔杰 但我不想暴露 规计之亭的沉默地点 所以没有透露详情 假如有一天 我们找到能在干旱的沙漠中 生长的话 我想请你和我一起 去规计之亭的遗址上栽种一些 提那里 原来你在这里呀 这是 小声点 提那里 提那里哥哥 我的头好晕 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你帮我跟妈妈说 我不该不听她的话 还有 我弄坏了苏娜的玩具 但我一直不敢跟她说 怕她不和我玩了 我想跟她说对不起 提那里哥哥 我听说人死后 会变成天上的飞鸟 是真的吗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轻飘飘的 怎么会这样 提那里 提那里 难道说这孩子 好了好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只是有点发烧 把药吃了好好休息 用不了几天就又活蹦乱跳了 啊 真的吗 那 那玩具的是 提那里哥哥 能先替我保密吗 不行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 病好了就去道歉 总把秘密藏在心里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哦 还有 我记得你平时身体一直很好吧 为什么会突然病得这么厉害 嗯 我也不知道 妈妈说 最近不让我去林子里玩 我就想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结果 树林和我以前去的时候不一样 我找不到方向 在里面绕了好大一圈 出来之后 脑袋就晕乎乎的 难道说 弄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总之你先睡一觉 没有我的许可 不准随便乱跑 听到了吗 旅行者 派蒙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 徐灵官先生 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我给他服用了一些退烧药 让他先在我这里休息一下 刚刚我跟他说 吃了退烧药过一段时间就好 但那其实是安慰他的 他的病症和发烧很像 但根源却不太相同 更像是单纯的意识紊乱 退烧药的功效不大 那我们该怎么办 徐灵官先生 您可一定要帮帮他 在我的印象里 有一种植物有安神的效果 名为冯春草 其生长于干旱的沙漠地区 数量稀少 平时看上去像是干枯的野草 玉水就能重新焕发生机 因为价格昂贵 而且在道成林的气候下 无法培育 我的手边暂时没有 我去商队问问 你先去找克莱 让他准备好配药的工具 顺便帮我准备一套旅行用具 好 谢谢您 污染区啊 你们也是为这个来的 是啊 皮那里 这个是新的死狱吗 不像 不管从规模 内部情况 还是造成的影响来看 它们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唯一的共性 就是都令人讨厌 既然是发生在道成林的麻烦 我也不能放任不管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好 那我们先去联系商队 向他们购置一些冯春草 顺便打听一下污染区的事情 事不宜迟 得赶紧行动起来 我们现在就出发 打扰一下 我想买一些冯春草 你们这里有货吗 哦 抱歉啊 巡灵官先生 我们这几天不做生意 不做生意 这倒是奇怪 好像还是第一次 听你们说这话 唉 说来话长 前不久 我们的货物被抢了一部分 那些 是我们从教令院 逃来的机械零件 虽然是一些老型号 但市面上 却价格不菲 我们几个商队凑足了钱 才把这批货吃下来 现在货物丢了 这一套 多半没法回本 各家商量了一下 打算把剩下的东西 提一提价格 提价方案出来之前 各家都不能死自售卖 这我就不懂了 既然这批货如此重要 难道不应该想办法 摧毁货物 提价销售解决不了问题 最多是把劫匪带来的问题 交给满家承担 巡灵官先生 不是我们不想追啊 那家伙抢了我们的货 一溜烟地逃到了树林深处 我们打听了一下 那林子最近可诡异得很 去过的人都有些精神异常 他不出来 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在外面等 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也就是说 匪徒从你们手里 抢走机械零件后 藏进了污染区 他们总共有多少人 不受污染区影响吗 那家伙 就是从污染区窜出来的 至于说 多少人 应该说 没有人 没有人 唉 说了 你们也未必相信 从我们这里抢走零件的 是一只巨大的机械螃蟹 那是什么呀 刀城林中 连这样的生物都有吗 说实话 我有点不想回忆 那家伙多半是惯犯了 动作非常熟练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他搜的一下出现 抢了我们的货物 撒腿就跑 一时间 大伙都傻了眼 回过神来 那家伙早就跑没影了 我明白了 如果帮你们把 丢失的货物找回来 你们就能正常做生意了 对吧 那当然 不仅如此 您还会成为 我们商队的贵宾 今后所有货物一律 停 说点有用的 关于那只机械螃蟹 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不瞒您说 货物被抢后 我们也专门找人 进行过分析研究 你们要是感兴趣 可以找他们问问 好 那我们先去问问看 货物丢失后 我多次向附近的商队 和居民打听消息 一番调查后才发现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很多人 都被那只 无赖螃蟹抢劫过 不过那螃蟹 似乎只对机械感兴趣 其他财货 看都不看一眼 曾经有商队 带着大笔摩拉路过 结果安稳无事 也有小孩子 拿着铁皮玩具车路过 被他二话不说 就抢走了 总之 那东西就是个祸害 我们早晚会想办法 除掉他 听商队的人说 最近发生了许多抢劫案 不过我们倒是没什么感觉 平时剑驳到那只 机械螃蟹的踪影 他也不会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只有商队出现时 他才会露面 闹腾一番后 又逃回乌染区 你们没有试着抓住他吗 试过 可惜他太灵活了 逃得飞快 不过 之前组织抓捕行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一个意外发现 他家似乎住在森林深处 所以抢到的货物 并不会第一时间运回去 而是先藏在附近 等攒够一定数量后 再一口气带走 你们要是想找回被抢的物资 可得动作快点 那机械螃蟹 行动快 力量大 很难对付 如果正面交手 恐怕我们十几个人 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教令院不是几年前 就禁止机械生命研究了吗 这玩意儿到底是从哪来的 害得我们被扣了薪水 谁能想到出来打劫的不是人 而是一只机械螃蟹 真难搞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吗 摸清了他的习性 但也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 在不失控的情况下 机械造物大多是根据 输入的指令来行动 如果我是他的主人 应该会命令他 抢劫更值钱的货物 或是在你们卖出货物后 直接抢夺摩拉 这样效率最高 但他只对机械零件下手 匪夷所思 对啊 这么说确实很奇怪 那你们有办法把货物取回来吗 你身上还有机械零件吗 还有一小袋 这些是样品 我一直戴在身上 所以没有被抢走 莫非你们是想 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生物很少会主动改变自己的习性 目前我们得知的信息是 它的构造为机械 居住地为森林深处的污染区 会在见到机械零件时出来抢劫 如果有机械零件 就能诱骗它现身 然后进行捕捉和观察 得到进一步的结论 像这样空调下去 不会有任何进展 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确实 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啊 这袋零件样品 就送给巡林关先生 如果货物能找回来 我们商队另有中线 不需要什么中线 不过这袋零件我就不还了 之后还有别的用处 顺便从你这儿借一只驼哨 既然是演戏 就不能让它看出什么破绽 当然没问题 只要能找回货物 您就算把我接去干活 也没关系 你就不用了 我们会带着机械零件和驼兽 装作路过的商队 引它现身 等它现身后 立刻进行捕捕 实际的把控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我们可是很专业的 从商路与污染区的分布来看 货物应该就是在这附近被劫走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一定要把那只坏螃蟹抓出来 嗯 那我们就选在这里开始 让驼兽带着零件样本一路前进 这只驼兽毕竟和我们不太熟悉 得好好安抚它一下 驼兽往前走了 我们快跟上去吧 他怎么停下来了 看样子是在偷懒 也可能是肚子饿了 货物被劫后 伤对气氛低落 大概也没有按时给他喂食 我们给他点东西吃好了 好耶 它又动起来了 好像有什么声音 哇 那就是商队说的机械螃蟹吧 呃 它朝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看上去确实不好对付 小心些 是可而止 抱歉啊 抱歉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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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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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只打劫商队的坏螃蟹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呃 喂 装傻可是没有用的哦 快说 你抢这么多机械零件干什么 嗯 看来是无法理解复杂的提问 你先看住它 我在附近找一找商队的货物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抢夺机械零件 但它们不属于你 抢来的东西终究要物归原主 这一点你有什么意见吗 你是从污染区生出来的吗 既然这样帮我们一个忙怎么样 你带我们到那里去 我就给你机械零件作为奖励 还有反应啊 还不能确定 也可能是见到零件感到兴奋 只是单纯的机械反应 好吧 不过听提那里的意思 是希望有这只螃蟹带我们进污染区 没错 污染区的范围不小 而且还在逐渐扩大 想彻底搜索一遍很难 直接闯进去 多半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方向 而这家伙来自污染区深处 身上明显藏着很多秘密 我这段时间也在研究污染区的事情 脑袋里有一些猜测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最好还是找一个导游带路 原来是这样 但这家伙能明白你说的话吗 不明白也没关系 只要他对我们失去敌意就可以了 我给了他零件 他一定会把零件带回到污染区深处 只要他不攻击我们 我们就能跟着他找过去 他好像很高兴 听着 你就在这附近等我们 不许乱跑 我们去去就回 如果回来的时候你还待在这里 我就再给你一个机械零件做奖励 明白吗 不清楚 当务之急 是把这些机械零件还回去 再买一些冯春草作为药材 我们先回去吧 不过 走之前需要稍稍布置一些陷阱 防止他逃跑才行 这不是我们被抢走的机械零件吗 你们真的帮我们找回来了 哎呀 太谢谢你们了 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对了 你们不是要买冯春草吗 咱们也不谈钱了 这样 我送你们一些 不知道你们需要多少 两桌就足够了 这哪行 这样 我再额外送你们一笔摩拉 不用了 我已经从你这里拿过报酬了 报酬 您是说那袋零件样品 哎 与这批货相比 那些实在不值几个钱 但是它对我很有用 就像冯春草一样 我找回了你们需要的东西 你们也回赠了我需要的东西 就算扯平了 森林生态复杂 物种多样 即便没有机械螃蟹 也藏着各种危险 跑这条路 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哎 我记住了 多谢各位 真的太感谢了 我们先回村子里去吧 早点给那孩子用上药 效果也会好一些 旅行者 派萌 你们好 师父 制药的装置我已经准备好了 需要我帮忙谋药吗 不用 这次需要谨慎配料 还是我亲自来吧 哦 好 不过等会儿我配好药之后 就由你给那孩子送去吧 毕竟我在场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点紧张 大概觉得我不怎么好相处 我先去准备制药 旅行者 你过来帮我一下 怎么样 那孩子有好一些吗 感觉他的精神好了许多 体温也开始恢复正常了 太好了 哦 对了 他拜托我告诉你 说苏娜来看过他 他已经把玩具的事坦白了 苏娜好像没有生气 所以他说要谢谢您 请问 发生什么事了吗 哼 没事 之前让你准备的旅行用具 你有好好准备吗 我有好好准备 师父要出远门吗 是的 我们打算去污染区一趟 考虑到污染区的大小 应该要在里面过夜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各种事情就交给你了 哎 可是我 我跟师父差得还很远 很多事总要学着去做 做过了就会发现 其实也就那样 用你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就好 不用像我一样 没错 可来一定没问题的 那我试一试 师父 旅行者 太忙 你们也要小心啊 你还替我打包票了是吧 不过确实像你说的一样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 走吧 回去看看那只机械螃蟹 到了 应该就是这里 诶 那只机械螃蟹呢 难道是瞒着我们偷偷逃走了吗 陷阱并没有处罚 他应该还在这里 看来你和约定的一样 一直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既然这样 我也遵守约定 再给你一枚机械零件 说好 掉了我可不管 满意就行 想拿到更多机械零件 就带我们去污染区深处吧 我也想看看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道成林变成这副样子 这里就是大家说的污染区 看起来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很压抑 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那就好 看来和我预期的一样 元素率能够一定程度 抵抗污染区的影响 其那里是怎么知道的 这段时间 我虽然没有深入污染区调查 但也做了不少对照实验 而来到污染区观察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印证了我的猜想 你来看 这些花和平时相比 有什么不同 这种花的学名 叫做须弥强威 它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地脉标识 因为它很容易受地脉影响 从而发出不同亮度的光 一旦亮度过高 就说明周围的地脉能量 进入了危险值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附近的地脉 恐怕已经陷入暴走了吧 也就是说这里的污染 其实是来自于地脉 还不能确定 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我们再去附近看看 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 说起来 我们一路走来 好像还没看见几只小动物呢 我记得以前 林子里鸟叫声很响 而且还有很多小狐狸来着 目前来看 污染区确实有严重的 地脉能量泄漏 这应该是导致 病人意识紊乱的主要原因 有些动物感知很敏锐 在察觉到不对劲后 迅速迁出了这里 地脉能量泄漏 原来会导致 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就像植物有适宜的生长条件 其实人也会逐渐习惯 周围的环境 气候 温度 空气湿度 地脉能量强弱等等 在固定的环境生活 人与周围环境 也会达成某种平衡 当周围环境突然变化时 这种平衡被打破 人的身体就会陷入异常 如果只是正常的气温变化 人体会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 但地脉能量骤变 一般人缺乏调节手段 就会生病 那为什么我们没事呢 我也不清楚你为什么没事 不过我和她是因为 可以使用元素力 能够更快地适应这种变化 当然 长时间待在地脉能量很强的地区 也不是什么好事 能一直在这里自由行动的 可能只有身为机械的她了 调查得差不多了 跟我一起找块空旷的地方吧 我想做一点实验 环境无风 目标值正常 设定完成 很好 感觉有在顺利运转 这是什么呀 我做的净化装置 能够吸收多余的地脉能量 暂时稳定这边区域的平衡 还有这种好东西 那我们多布几个 争取把整个污染区都布满 如果这样有用 我倒是不介意 可污染一旦产生 就不是几个装置能解决的了 净化装置也有极限 最多在一定时间内 阻止污染区继续扩张 想要彻底解决地脉泄漏带来的污染 还是要从根源下手 没错 感觉机械螃蟹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有东西正在接近 原来如此 地脉能量稳定下来后 暂时离开的怪物 也重新聚集过来了 迅速清理掉 别让它们靠近净化装置 总算搞定了 喂 你要去哪儿 等等我们呀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我们快跟上去吧 救命 救命啊 热乎热乎吗 救命 airport 小谷 拦我一命 喂 你没事吧 伤势不重 别动 我帮你包砸 还这里 我们再打算 看电视人 你们是那些奇奇怪物呢 放心吧 已经被我们都打倒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怪物 快快打倒它 怎么说呢 这家伙不是坏人了 刚刚就是他听到你的求救声 才带我们来救你的 装的 肯定是装的 说不定他是想加入那些机械怪物 一起来要我的命 你们知道森林深处是什么吗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机械怪物啊 我本来只是想采药 不小心转到了污染区 差点连命都丢了 我得跑 对 我得从这里逃出去 你们也小心点 这种机械生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越早离开它越好 难怪前几年 九龄园要彻底禁止机械生命存在 这些东西 就应该被彻底销毁 喂 口齿不清 身体发抖 看来是在污染区待的时间太久 有些意识紊乱 那边的地脉能量我们净化过了 顺着这条路跑出去 很快就能看到村子 到时候会有人带着他去找科来求救 我已经预先留好了药剂 服下就能恢复正常 你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想要灵箭作为奖励 好难理解啊 好吧 不管你怎么想的 这次你确实立了功 既然这样 我再给你一个机械灵箭 需要我帮你换上吗 看来是不需要 那你自己好好收着吧 你的主人怎么把你造成这个样子 感觉你不像螃蟹 倒像是短尾仓鼠 还有 刚刚那个人 说你和其他机械生命一样凶恶 你有什么感想吗 好吧 他好像压根没听懂 现在看来 他大概只能略微理解一点 和机械灵箭有关的事情 帮助别人就能获得灵箭 我猜他是这么想的 至于他 或者说他的主人 收集那么多灵箭做什么 就不清楚了 天色不早 我们先在附近 搭帐篷过夜吧 休息一晚 明天再往深处探索 露营地点就选在这里吧 好耶 我也觉得这里很合适呢 哦 有什么理由吗 感觉这里很平整 而且很宽敞 可以搭一个大大的帐篷 还可以在这里吃一口锅 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倒也没错 不过选择这里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里的地势相对较高 可以隔开下面的水汽 雨林中很潮湿 在潮湿的地方过夜 总是要加倍小心 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吧 我去把帐篷搭起来 你负责生火 派蒙去附近找点吃的 交给我吧 这我可最擅长了 我没抱太大期望 亮丽而行就好 没错 野外生火的时候 可以用灯芯草的芯 这种植物的精髓相对干燥 可以直接点燃 虽然烟会有点大 呃 旅行者提那里 我没有找到吃的 真的到雨林里 才发现这里奇怪的植物好多 各种长相古怪的蘑菇 我也不知道哪些能吃 我还在地上看到了野果 本来想飞过去捡起来 结果上面的枯叶突然动了 吓了我一大跳 应该是枯叶蝶之类的生物吧 伪装成树叶 以此来躲避天敌 估计是看你飞在天上 把你当成了某种鸟类 看你飞过来就想逃走 没想到你比它更胆小 算了 帐篷我搭好了 你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找点吃的 嗯 你已经找来了 这回我听懂了 他又想要集鲜零件 抱歉 这次没有 这次帮的忙不够重要 如果做什么事 都提供奖励的话 或许会让他产生 取巧的想法 所以像这样的小事 就暂时记下 等下次再一起给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他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仔细想想 如果不给的话 也可能会让他产生 什么奇怪的误会 既然这样 那就再给你一个好了 我去准备晚餐 今晚轮流首页 前半夜你们先休息吧 后半夜我会叫你们 需要首页吗 需要 虽然受地脉影响 许多动物暂时逃了出去 但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 就这样定了 之后我还会在周围布置一些蛆虫装置 防备毒虫爬进帐篷 祝你们睡个好觉 不过也别睡过头了 我还真有些困了 会不会受受地脉的影响呢 不过好久没有像这样 一起在野外露营了 感觉像是回到了刚刚开始冒险的时候 晚安 比我预想的交接时间要早 睡得还好吗 那就好 担心你们睡不安稳 我特地用了两种自制的熏香 放心 都是用天然植物做的 香味虽然很淡 但对身体没什么损害 说起来 你看到那只机械螃蟹了吗 刚刚它还在那边跑来跑去 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你看出来了 不过与其说是借备它 不如说是借备它那位没有露面的主人 这样大规模的地脉泄漏时间 毫无征兆地出现 很有可能是有人破坏了地脉流动的规则 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还是小心点好 教令院废止机械生命研究已经好几年了 这些家伙的来历很可疑 有关机械生命的课题 曾经在速论派风靡一时 我有几个后辈也投身于相关研究 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念 想要用知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好用的生命 帮助人类征服自然 但无论怎么更换模块 机械本质上还是在接收和执行指令 没办法像人或其他生物一样拥有自主意识 未探究机械与自然生命的区别 狂热的学者们对动物进行无限制的活体解剖 实验异常残忍 机械生命的研究也被废止 说来可笑 后来学者们越来越浮躁 再过几年 说不定这种课题又会被解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对于机械生命本身是感兴趣的 但我不喜欢当时那些学者们的态度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我的祖先曾经与来自沙漠的巴罗加修纳一同生活 相互救助 我们的血脉也是基于这种共生关系而诞生的 所以在我看来 任何生命都是很重要的 理解生命的首要前提是尊重生命 生命不是消耗品 知识也不该成为王冠与权杖 这是我对一些学者不满的地方 也是我离开教令院的原因 将自己置于其他生命之上 怀着不纯的目的 去研究纯粹的生命 真的能取得什么成果吗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咖啡 你给我们准备的吗 好吧 看在你这么努力帮忙的份上 我可以再给你一颗 不打算使用吗 你身上的许多零件磨损都很严重 能源也没剩多少了 好吧 随你 谢谢你的咖啡 不过我准备去休息了 咖啡就留给他吧 首要就拜托你了 注意安全 对 对不起 我一整晚都在睡觉 真的吗 你没有生气吗 放心吧 下次我肯定会打起精神来的 早安 旅行者 太忙 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我也是 越往里走 就越接近地脉泄露的源头 今天要早点出发 我负责收帐篷 你们的话 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 把篝火灭掉 防止发生森林火灾 另外昨天布置的驱虫装置也要回收 防止影响到这里的生态环境 好 那灭火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嗯 等一下在这里会合吧 嗯 差不多该动身出发了 继续向深处走 可能会遇到更多失控的机械 地脉的影响也在不断加重 支撑不住的话 避开战斗也是合理的考虑 在抵达污染源头之前 尽可能保存体力吧 它在这里停下来了 仔细观察的话 这里的植物确实不太一样 地脉能量也比别处更强 看来这里或许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做好准备 进去看看吧 这是 地脉的能量 就是从这里溢出来的 这装置 在抽取地脉 而且是无休止地抽取地脉 到底是谁做的 干这种事之前 不考虑后果的吗 像这样不停地破坏地脉流动 地脉甚至无法完成自我修复 怎么会 必须让它停下来 让我看看 找不到可以操作的地方呀 站在这里 就等同于直接被地脉能量重刷 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 你带着派萌仙退出去 我来研究一下 怎么把这东西关掉 可是 就算是提那里 也没办法避免地脉的影响吧 我们也要一起留下 不能让提那里一个人在这里 那就一起找吧 看不见控制装置 说明这附近 应该有爱门才对 难道说你知道爱门在哪吗 喂 等等我们呀 这是什么 好像只有踩上去才会显行 小心点 不要踩空 快看 有人在这里 是你在这里抽取地脉吗 快把那台机器停掉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心虚了 她的身体 没有任何温度 骨瘦如柴 眼带发青 应该是长期营养不良 加上过度劳累 让她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差点把你忘了 给 这是最后一个了 他在做什么 不清楚 从房间的布局来看 这里是实验室 往里走 应该会有存放实验资料的地方 资料室中肯定会留下一些线索 我们去看看吧 或许能搞清楚这里的来龙去脉 哇 里面居然这么大 单从隐蔽性来说 这里倒是天然的藏身之处 管道指向深处 我们到里面看看吧 你们有找到什么东西吗 实验笔记很多 全部看完太花时间了 我找了实验用的录像带 虽然看编号 应该是两年前的了 录像带 速论派曾经做过一种装置 用来记录实验影像 记录的成品 就是录像带 但这种装置造价高昂 而且不太稳定 所以只在部分实验室使用 没有对外公开 那我们快看一看 稍等 我看一下怎么播放 嗯 好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卡卡塔 卡卡塔 真是的 一会儿不见 好到哪里去了 原来你在啊 快过来看看 这里 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我 阿巴图一 要在这里大展拳脚 让教令院那些老古董们 刮目相看 哦 你也很高兴嘛 不过 卡卡塔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 是啊 我猜你也不知道 听好了 卡卡塔 我要在这里 造出可量产的机械生命 所用的技术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 我会用机械模拟器官 让电流如血液般流淌 钢铁铸造的心脏不停跳动 元件密布的大脑 可以像我一样思考 从遗迹中得到的启示 被教令院禁止的研究 我希望一切 都能在这里生根发芽 到时候 你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 能够和人类一同生活 不是单调无趣的机关 而是货真价实的生命 没关系 你会听懂的 总有一天 会听懂的 卡卡塔 应该就是那只机械螃蟹吧 还有 听那个叫阿巴图一的学者说 他好像要向教令院证明什么 我想起来了 当初我确实有一个 叫阿巴图一的后背 因为研究机械生命 被赶出了教令院 后背 嗯 怎么了吗 没有没有 只是感觉阿巴图一 应该比提那里的年纪要大 学籍和年龄无关 我很早就学完了专业课 所以后入学的人 一般都会称呼我为前辈 这样啊 当然 年龄也确实是个问题 有一段时间 我感觉自己就像什么珍稀动物 经常被人拉去合影 这些不重要 还是去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录像带吧 快看快看 我找到了新的录像带 上面还写着日期呢 让我看看 好像是半年前 时间推进了不少 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真难得 你居然也会因为操作失误 出故障 看来泡咖啡对你来说 还有点难呢 还是说 我的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好了 修好了 前脚的零件进水 导致电线短路 接收不到线脑传来的信号 瞧我 就算跟你这么说 你也听不懂吧 没关系 我帮你换了新的零件 现在你已经没事了 我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适应 下次当心点 最近我们经费紧张 备用零件和能源 剩的可不多了 很高兴嘛 你知道吗 卡卡塔 昨天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会说话了 教练院里群人 不是一直说什么 机械智能 只是统计学的延伸之类的话吗 见到你们跟我聊天 他们都惊呆了 可惜 只是梦而已 看你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别说跟我聊天了 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也察觉不到什么异样吧 算了 还是先想一想 下个月的能源要怎么解决 阿巴图一离开教练院之后 就直接失去了音讯 当时我以为他心灰意冷 放弃了对机械生命的研究 没想到 他一直躲在这里 继续实验 感觉他不像是什么坏人呀 还会帮卡卡塔换坏掉的零件 为什么会打上地脉的主意呢 再找找看吧 按照编号查找 下份记录应该在这儿 上面的字迹很潦草 或许是阿巴图一的情绪 和之前不太一样 另外还有一份 没有标明时间的录像单 而且位置摆放的也不对 不像是阿巴图一自己放的 也许是卡卡塔帮忙整理的 不清楚 总之 这是最后两份录像带了 一起看看吧 抱歉 卡卡塔 我刚刚在想事情 对我来说 今天或许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前段时间的实验中 我成功给你们添加了 生命的本能 当能量不足 或零件破损的时候 你们会优先执行 求生指令 主动地补充能源 更换零件 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今天 我做了一件更加危险的事情 我正式启用了第三代地脉提取机 以地脉作为我们今后的能量来源 研发机械生命 需要大量能源 就算我省吃俭用 手上这点钱 也远远不够用 我也会累啊 卡卡塔 实验进行到现在 我已经不知道 驱使我前进的动力 是什么了 他们说 就算模拟生物器官的运转 机械依旧是冰冷的工具 我想证明他们是错的 想让你们变成 能听能说的鲜活生命 我没有再跟你说 开心的事情 卡卡塔 语言模块 情感模块 动作模块 我不停地尝试 竭尽全力去丰富 和完善你们的功能 却从未得到 任何有效的回应 你是我所有成果中 最特别的那个 但即便是你 也没办法理解我 只会对我预先设定的 指令或关键词 做出有限的反馈 卡卡塔 哪怕一次也好 我多希望你能开口 和我说说话 是啊 你听不懂 也没办法回答我 就这样吧 过几天 我会把研发失败的地脉 提取机卖掉 换点钱来继续实验 陆总要走下去 我没有别的选择 这倒是新的发现 如果从这里 额外引入两个控制模块 来模拟大脑结构中的丘脑 偏偏偏从这里 偏偏是这个时候 开始心脏不适 果然不该从药剑里剩的 卡卡塔 过来帮我一把 奇怪 身体 使不上劲 糟了 得把装置关停 关艇装置 如果让他们不受限制的补充能源 会失控 也对 我没有录入过关艇装置的命令 所以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结果 还是像焦灵院那些人说的一样 几些生命带来的 只有危险 我的研究 有什么意义吗 我欠卡卡塔 直到最后 还是没能让你成为 真正的 生命 原来是这样 看来地脉泄露时间 更像是一个意外 阿巴图一意外去世 机械怪物在本能的驱使下 不停地从地脉抽取器中获取能源 最终导致地脉出现严重破损 对啊 为什么卡卡塔没有像其他机械怪物一样失控呢 因为卡卡塔和那些机械怪物不太一样 与真实生命构造相似 会哭会笑 会自主思考 在阿巴图一看来 拥有这些性能的机械 才能被称为机械生命吧 或者说 只有造出这样的机械 才能让教令院 认可他长期以来的研究 但其实如果他能静下心来 把卡卡塔看作朋友 而非实验品的话 他应该就能注意到了 卡卡塔确实不会说话 但他关心阿巴图一 甚过关心他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等一会儿 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在那之前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先找到地脉抽取机的控制装置 把它关停吧 这里应该就是控制装置了 关闭控制器后 地脉抽取机 应该就会停止运转 没有了破坏地脉的外力 地脉应该会缓慢地自我修复 当然 我估计你们此时 更关心卡卡塔在做什么 走 一起回去看看吧 除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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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卡卡塔一直收集零件 是因為她覺得 這樣就能修好自己的主人 對卡卡塔來說 她根本無法理解什麼是死亡 但是她大概記得 自己曾經也出過故障 那時候阿巴圖一幫她更換了零件 成功讓她恢復了正常 卡卡塔確實不具備思考能力 很多事也不懂 但她就像小孩子一樣 會模仿大人做過的事 所以她在一直搶奪機械零件 但不管她怎麼努力 其實都是修不好的吧 是啊 但重要的是 她產生了想要修好阿巴圖一的想法 沒人知道這個想法是怎麼產生的 但這個想法本身 甚至壓制了阿巴圖一 為她設定的本能 如果真如我們所推測 這確實是能夠震撼教靈院的研究 古代的一些科技或許能夠做到 但還沒有人依靠現代的科學成功實現 卡卡塔 卡卡塔 聽得到嗎 琪娜里說你很厲害哦 已經到極限了吧 這段時間她一直沒有補充能源 也沒有為自己替換掉嚴重磨損的零件 能撐到現在已經是一個奇蹟了 我去確認一下地脈抽取機是否已經關停 你們也跟我一起來吧 讓他們再單獨待一會兒 地脈抽取機停止運轉了 空氣中還殘存著不少地脈能量 不過洩漏的源頭被堵住 剩下來的這些可以用淨化裝置處理 另外就是那些受到地脈影響的人 必須趁早就職 嗯 就在公告板上寫明進入污染區的危害 讓病人統一去找科來吧 按照教令院的規矩 需要把他們都帶回去 關於機械生命的研究資料統一銷毀 卡卡塔則會被拆解封存 怎麼這樣 你們先回去吧 這裡的事我留下來處理 地脈洩漏的源頭雖然堵住了 但空氣中的地脈能量還是高於正常值 繼續待下去 你們的身體撐不住的 可 可是 你姑且不論 旅行者本來就沒有休息好吧 這裡的研究文件數量眾多 打包需要時間 你們對這些實驗了解嘛 留在這裡也幫不上什麼嘛 告訴冒險家協會 事情已經解決了 然後去好好睡一覺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啊 對 阿巴圖一的事就別說了 牽扯到機械生命研究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好吧 那 我們先回去找凱瑟琳 總之 污染區其實就是森林深處的地脈發生了洩漏 現在已經恢復正常了 原來是這樣 真是辛苦你們了 等空氣中殘留的地脈能量散去 應該就可以對外張貼公告 讓居民可以像以前一樣自由出入了 這是說好的獎勵 兩位請收好 卡卡塔 要被送回教練院了嗎 雖然她已經損壞了 可以想到她要被拆掉 我還是覺得有點難過 那 要不明天 我們一起去找提娜里求求情 雖然很想現在就去 但提娜里說了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我們現在去找她 反而會惹她生氣吧 那就說好啦 明天我們一起去找提娜里 讓她不要拆掉卡卡塔 提娜里 小聲點 小聲點 圓花 瑞香科瑞香薯 有明顯抗清爵作用 可做麻醉粉使用 嗯 從兩組實驗數據來看 對魚類的毒性尤其大 認真記錄 卡卡卡塔 卡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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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了要你們小聲點 雖然植物不怕吵 但聲音震得我耳朵嗡嗡響 你 你沒有拆掉卡卡塔嗎 我拆她幹什麼 可是你不是說 按照教令院的規矩 哦 原來你們一大早過來 搅得我不得安生 是為了這個啊 好吧 別怪我昨天沒說清楚 我的意思是 按照教令院的規矩 所有研究成果都要被銷毀 所以不能讓教令院發現哪裡 總之 先把卡卡塔修好了 以前在教令院的時候 選修過蘇倫派的課 沒想到有朝一日 還能派上用場 然後 我跟她一起安葬了阿爸圖一 至於那些實驗資料 我整理了一下 一部分帶出來留作紀念 大部分焚燒後深埋 清理到證據 我又不在教令院 那些規矩關我什麼事 恰恰相反 現在我是道成林的巡林官 我有義務 保護好林中的生命 任何生命誕生在世上都有意義 它也不例外 既然存在 就不該被隨意拋棄或銷毀 太好啦 不過 提那裡剛剛說任何生命 難道你已經認可卡卡塔 是真正的生命了嗎 只是有這個可能性而已 畢竟她嘗試修復阿爸圖一的事 很難解釋 但阿爸圖一留下的實驗紀錄 也只是一小部分 誰也不知道 她到底設置了多少指令 也許只是指令之間的衝突 導致卡卡塔做出了這樣的舉動 從嚴謹的角度 無法得出卡卡塔是真正的生命這個結論 但既然存在這樣的可能性 我就願意去相信 啊 順帶一提 我對繼續研究這個客廳 沒什麼興趣 讓她待在這裡 只是因為這裡比較隱蔽 不過目前來看 把她當作實驗助手 似乎也不錯 至少實驗紀錄 可以讓她來完成 你覺得呢 大白天教練院可熱鬧了 嗯 不過大家分別都在哪裡呢 旅行者和派謀 啊 塞諾 好久不見 你也是 旅行沒有讓你疲憊 而是變得更頑強了 什麼風把你們吹回來了 也沒有啦 其實是我走在路上 看見一顆大蘑菇 突然想起來很久沒見虛妮的朋友 就過來了 最近聚餐大家也說起你們了 一見面我就知道 你沒有在旅途中收穫了不少 真的 想我們了嗎 嗯 真是巧合 嗯 難道你們認為 我會說出禁忌的後半句嗎 就像橋的底下總有何 啊 她還是說出來了呀 老笑話記的這麼老 看來你們很喜歡 承認吧 其實早就屈服在我優秀的笑話之下了 好啦好啦 這是五百摩拉 拿去 瞧你這話說的 才五百摩拉 我說五百摩拉還不夠嗎 嗯 好吧 回頭請你吃甜食 言歸正傳 不算 其實我現在正在去工作的路上 有事再生不方便進入休假模式 所以才沒把剛才那個笑話說完 啊 發生什麼事了嗎 一件小案子 不過當事人身份比較特殊 我再三考慮 還是決定自己來負責 要幫忙嗎 你看我們特地回來也挺鹹的 不如帶上我們 結束以後正好一起 嘿嘿嘿 這麼積極 難道是擔心我爽約不請你吃好吃的 呃 不是啦 欸 好吧 很明顯嘛 還行吧 主意倒是不錯 跟你們這兩位虛迷的英雄一起工作也沒問題 跟我來吧 看到了嗎 那個是誤足道的老爺子 哦 那就是案件的當事人嗎 嗯 是我和麗莎師姐的老師 前任蘇倫派賢者 居樂師 哦 居然是塞諾的老師遇到麻煩 真是的 我一個老頭子 除了照顧照顧花園 就是喝喝酒 逛逛街 怎麼會有人想找我的麻煩 老師 我帶朋友來了 哦 塞諾 這兩位是 嗯 等一下 我想想 惠妃的白色精明 還有這位 看打扮是異鄉人 啊 是傳說中的旅行者和派盟吧 久仰了 聽說你們幫了虛迷很多 啊 我們這麼有名呀 跟老師介紹朋友 很正常吧 是的 我簡單說一下案件情況 大概是兩天前 老師突然收到了一份恐嚇信 恐嚇信 恐嚇信 對呀 怎麼會有人給老頭子寄恐嚇信呢 這就是當時的那封信 居樂師 我已經掌握了你的秘密 如果不想被揭發 就準備一千萬摩拉放到咖啡館後門 另外 別想找到我 你不可能知道我在哪裏 而我監視著你和你所有的秘密 敢報高峰機關就等著瞧吧 啊 好直白的恐嚇信啊 看得出太想要錢了 一千萬摩拉 開什麼玩笑 我一個單身老頭 每天就跟番茄一起生活 問我要一千萬 我跟誰要去 番茄嗎 目前的線索就只有這封信 沒有目擊證人 所以 旅行者 派蒙 一起來想想吧 我也準備好了 你們先看看 哪裡可以 非常敏銳 但是 摸上去比較粗糙 並不是常見的書本用紙張 還有你看 這些筆畫都有點陰開了 嗯 是墨水的問題嗎 有墨水的因素 也有紙張本身的原因 啊 附近能找到的紙 大部分比這種來的平整 墨水沾上去也不會畫得這麼開 紙的紋理很不細膩 難道製作時放了草料 這不是教靈院裡的紙 墨水反而沒那麼稀奇 就是城裡隨處可見的那種 黑墨寫在紙上 會有一點氾濫 那犯人到底跟教靈院有沒有關係呢 啊 你們看這裡 是沾到什麼液體了吧 比起水 更像是沾到了有色液體 又用濕布清理過 有顏色的液體 嗯 茶 酒 看來你們也聯想到了 現在 我們得找到阿拉夫 有些事需要他去辦 阿拉夫 阿拉夫 在那裡 塞諾大人 俱樂石大人 啊 還有許久不見的旅行者和派蒙 關於老師的案子 我想犯人可能是來自教靈院 年齡不會太大 手頭結局 另外 還可以往虛弥城的咖啡管裡查 哦 原來是喝咖啡的時候 把紙攤在旁邊才弄髒的 嗯 那種痕跡很像咖啡子 而且據我所知 酒館和咖啡館裡都有這種紙 製作是混入香料 疊成一疊放在室內 供客人書寫用 你這麼一說 確實是禮品店裡會賣的那種特殊紙張 啊 薩赫哈蒂還買過一些 說是要拿來包裝他買的花瓶什麼呢 明白了 我馬上帶人去城裡相關地區 進行盤查 啊 辛苦你們了 還有 吊人把守住虛弥城的出入口 你也換身便衣 避免打掃驚蛇 好 還是塞諾周到呀 嗯 不過 犯人現在會在哪裡呢 對呀 說不定早就留回家了 等居樂時有所行動 他再出來盯著 你說對了 派蒙 啊 什麼對了 犯人的態度 像你說的 犯人寫恐嚇心的目的是錢 就算他寫了不要告訴風機關 老師也一定會有所行動 他說 他監視著老師和老師所有的秘密 啊 可這樣豈不是 啊 找到了 你 你想幹什麼 寫恐嚇心的犯人 就是你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什麼恐嚇心啊 從我們進入智慧宮開始 我就感覺到有人暗中跟著 你雖然莽撞到給老師寫這種心 卻也小心地隱藏著自己 這裡人很多 所以我們來找阿拉夫 從裡面到大門口 跟著移動的人裡 一定有見識老師的人 我 我只是聽聽你們在聊什麼 大風機關塞諾 你出現的地方一定有大事 我就想聽聽消息怎麼了 阿拉夫離開的時候你笑了 我看得很清楚 笑笑有犯法 紙上的髒污是咖啡字 你用咖啡兑水輕輕粘在紙上 再用濕布把它擦掉 假裝這封信寫於咖啡館 封城對你毫無影響 你本就住在城裡 鎖定咖啡館的話 封機關就懷疑不到你頭上 從頭到尾 咖啡館就只是一個幌子 你一定在看得見老師的地方 這是栽贓 我什麼都沒做 是嗎 那你為什麼渾身發抖 沒有犯下罪行的人 不必畏懷疑我們封機關 而你 心跳加速 眼皮抽毒 你根本不擅長撒謊 我 我才沒 別動 否則你會為自己的作為付出代價 現在 跟我走一趟 結果那個名叫烏拉卡的人 就這麼被抓到了呢 是啊 我剛剛出去抽了口烟 看到阿拉夫也回來了 正往塞諾那邊去呢 嗯 不過看那個人的樣子 也就三十來歲 做出這種事 前途恐怕是毀了 各位 已經有結果了 這麼快 犯人叫烏拉卡 是李多梵蒂學院的學生 現年十六歲 啊 十六歲 居樂士剛才說他三十多 已經查清了 確實是十六歲 入學才三年 那 他長得也太著急了吧 就是啊 唉 這小子 小小年紀就做這種事 從哪兒學來的 關於犯人的動機 我們已經審問過 嗯 說吧 就算有什麼事 我也能承受 好 我們了解到烏拉卡 自治平平 成績堪憂 最近這段時間 他報名參加了補習班 又染上賭牌的惡皮 揮霍了許多錢 烏拉卡到酒館喝酒 聽酒桌上的人聊到 居樂士大人退休以來 一事無憂 成天為幾株番茄 與街頭的老太太吵個不停 街頭的老太太 那是妙論派講師 撒赫哈蒂女士 她有沒有上過學啊 連撒赫哈蒂都不知道 這是重點嗎 哦對 什麼叫為了幾株番茄 再說 重點兒菜怎麼就一事無憂了呢 可能老是看起來很閒吧 烏拉卡提到 她聽說居樂士大人退休前 從沙漠裡非法獲得了一筆巨款 居樂士大人沒有上包院裡 而是私吞了 烏拉卡認為 居樂士大人這兩年既沒有更新課題 也沒有別的作為 既然居樂士大人老了 那他應該可以敲你一筆 這個烏拉卡要氣死我了 哎 我都不知道該從哪兒開始生氣 謠言這種東西誰都能編 我可以確定 老是從沒有任何貪污錢款的行径 阿拉夫 一會兒你找個理由 沈烏拉卡幾句 幫我揍他兩句 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居樂士大人 不過您說的這種行為 與風機關原則相悖 老師 別像小孩一樣 哎 我這不是開玩笑嗎 所以這件事要怎麼處理啊 院裡將對這名學生予以相應的處分 至於散播謠言 污衊老師沉迷番茄和街頭老太太的人 風機關會繼續追查 沒有街頭老太太 別胡說八道 看你一臉不理解的樣子 還沒想明白嗎 烏拉卡年紀小 聽信謠言一時衝動犯下錯誤 再說我也沒真拿出一千萬給她 事態並不嚴重 要說損害了什麼 大概也就是老頭子我的名譽吧 老師 院裡一定會給出公正合理的處分 請放心 我相信院裡 不過我一個當過老師的人 還是想找他父母談談 這小子家在虛迷城內吧 在 我們也調查了烏拉卡家的情況 他父母都是商人 從他小時候就很繁忙 對子女疏於管教 都是什麼事啊 還不到封存證據的時候對吧 那封信原件借我一下 晚上我拿著誤證去找到家人好好聊聊 必須得讓他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相關部門的人看過證據了 對烏拉卡的處分也已經開始商討 這封信先給您 兩天內歸還即可 哦 意思是兩天就能接案了 差不多 這種事情處理起來還是很快的 好 那各位 為了感謝你們 我們去吃個飯吧 我請客 抱歉 我稍後還有事 各位請好好享受 這樣啊 好吧 但賽諾得來 這次多虧了你才能非快抓到犯人 哦對 提娜黎也在教令院吧 戴上戴上 提娜黎也在啊 最近提娜黎的導師納菲斯先生 喊他和克莱到院裡幫忙 這個時間 他們倆應該在賢者辦公室 老師居然要請提娜黎一起吃飯 該不會是得罪了納菲斯先生吧 什麼話 只有納菲斯得罪我的份兒 不可能反過來 行了 趕緊去喊人 我和旅行者派蒙 一起到店裡等你 別讓大家等太久了 不是自吹自擂 我在任的時候 李多飯地學院可沒出過這種事兒 不信你問他們 當年再讀的教令院學生都可以作證 對吧 那幾年 老師布置給我的任務可多了 一周至少四天鑽在樹林裡 尾巴毛都亂得不行了 就沒怎麼關心那些 很多事都是後來聽賽諾說的 老師退休以後變得隨和了很多 以前教討 體現在工作上就是剛正不阿 哇 能堅持做一個正職的人 已經很厲害了 還是賢者 可惜那會兒科莱沒來念書 不然也可以當我的學生了 嗯 那科莱也要叫莉莎師姐了 直接叫莉莎姐姐也不錯吧 莉莎很喜歡別人叫她姐姐的呢 莉莎那孩子 學生時代聽到別人叫她學姐就開心得很 哇 又有菜送來了 點這麼多真的沒關係嘛 哈哈哈哈 客氣什麼 想吃就點 不夠在家 今天的事實在是多謝各位咯 果然是你們幾位 啊 居樂師先生也在 噢卡維 好久不見 上個月還聽撒赫哈迪提起過你呢 最近還好吧 還不錯 您看著也很有精神 真是太好了 吃過飯了嗎 要不要一起 謝謝您 我午飯吃得晚還不餓 晚飯延後一點沒問題的 今天來蘭巴德這裡買點酒 隱約聽到你們的聲音就上來看看 怎麼了 聚在這裡慶祝喜事 唉 糟糕事還差不多 我們不說你都想不到今天發生了什麼 確實比我當學生的時候糟糕些 我從入學到畢業都沒聽說過這種事 犯人的年紀也很小 唉 他父母知道了 會怎麼想呢 觀念沒成形的年輕人 有時比成年人更容易鋌而走險 也是沒辦法的事 但是啊 這封心的口氣真叫人生氣 你們看看 這實在是 而我監視著你和你所有的秘密 然後就跟著聚勒師先生去了智慧宮嗎 要是我兒子做出這種事 一定得狠狠教訓他一頓 哼 還好 我也是個剛正不阿的好人 卡文先生 打包好了 哦 來了 那我先走一步 你們慢慢聊 下次見了 嗯 再見 來了來了 咖啡豆也打包進去了嗎 放心 哎呀 說了這麼多 大家再吃點兒 別讓菜涼了 嗯 吃得肚子都要炸了 真好吃 哈哈哈哈 我也是 嗯 吃太飽了 我走回去 小小時 謝謝您招待我們 下次見面 我帶我和提娜李師父 做的安眠藥草茶給您 我可盼著呢 哎 多拿點來 給其他老頭老太野分一些 叫他們羡不羡慕我 沒問題 我打包好拿過來 啊 回頭見了各位 我還得回去照料我那片田哪 再見老師 晚上早點睡 別光想著番茄了 哎 這是什麼話 我肯定得贏撒赫哈地呀 走了走了 早點休息孩子們 晚安喽 慢走啊 路上小心 好 倒屬於我們的時間了 什麼意思 我和提娜李克來商量過了 趁最近有空 加上慶祝你回來虛迷 我們幾個去露營吧 露營 太好了 對吧 好久沒一起玩了 真期待呀 明天下午到華城郭東南方向的河岸見吧 不用帶什麼東西 我們都準備好了 帶上好心情過來就行 哦 就這麼說定了 好 那就明天見了 喲 我們來了 你們動作好快 已經把帳篷搭好了呢 還好 算著時間你們也差不多該到了 旅行者 派萌 一起釣魚吧 釣到的魚晚上可以吃哦 來了 交給我們吧 我也會加油的 之前跟其他巡靈關學了些釣魚技巧 今天就來試一試 附近有很不錯的蘑菇 我採了一些 還有新鮮水果 放這裡了 哇 跟新鮮館出來玩就是方便 什麼都有 沒有的就地取材 嗯 確實 我在樹林裡一天苦都沒受過 最近的旅行怎麼樣 哦 開心的傷心的都有 但都是很難忘的回憶 這樣啊 那等會兒吃個落落眉吧 早上剛從集市買的 讓傷心事落到地上 煩惱就會沒用 唉 我只是想推薦你們吃點酸甜的東西 啊 突然好想喝苦茶 我去拿材料 他逃跑了 他竟然逃跑了 他竟然逃跑了 哼 柯萊這傢伙 居然跑了 難道他有預感我接下來會 好朋友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 哈哈哈哈 果然是懂我的人 你知道我會對強者發出邀請 是嗎 不過現在開大會被訓的 還是先享受大自然吧 哦 魚乾凍了 我來 我來 木柴 香料 點心 還有飲料 都放好了 等柯萊回來 可以吃燒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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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篷有三個 你們倆睡哪邊 我們要左邊這個怎麼樣 嘿嘿嘿 我覺得這邊看起來氛圍更好一點 嗯 確實是 不過這個帐篷離水邊近一點 萬一有馴獸睡得迷迷糊糊的 可能會跑到你們帳篷裡去 但願不要 我的武器借你們吧 橫在門口 那不是變成赤王的門栓了 太棒了 聽起來就很老 我回來了 準備好肚子吃燒烤了嗎 來了 好香啊 烤水都要流下來了 看你急的 嗯 可以撒左料了 要幾分數 喂 這又不是牛排 說不定也可以參考牛排的做法哦 七分 那現在就差不多了 要九分的再等一等 好吃 要不是吃飽了 可以再來三串 我也吃了好多 吃完多飯困了 困就睡吧 太盟也有點困了吧 這裡我和賽諾收拾就好 你們先睡 今天放你一碼 下次再來神聖決鬥 晚安啦 呃 眼皮都黏上了 對了 來 赤殺之杖 啊 不要真的拿過來啊 很強的 試試看 我又拿不動 好吧 確定不要嗎 萬一有什麼東西跑進來 我也會保護旅行者的 你就別擔心了啊呀 召喚王里也有類似的場面 明天講給你們聽 現在是休息時間 睡吧 祝你們有個好夢 睡覺 睡覺 你這個應該是出事的 人應該都在吧 旅行者 派萌 你們在帳篷裡吧 能起來一下嗎 看這裡 这什么 一把剑 卡在帐篷里面干什么 防盗 防盗 谁啊 大碗上的 我把剑扳开了 海森卡维 现在不是半夜吗 抱歉这个时间点 把你们叫起来 但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整理好 到外面来聊吧 出了点状况 事关居乐石和赛诺 我想有必要 让你们知道情况 从头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明明记得 我洗完酒杯 放在这里了 有了 当我也倒一杯 你看看配酒的饼干 在不在桌子上 在 还有水果 这个新口味 不怎么好喝呀 早知道就买 昨天赛诺他们 喝的那种了 哪种 哦 对 昨天我去酒馆 遇到居乐石先生 请客吃饭 赛诺 提纳里 和克莱都在 还有旅行者和派蒙 桌上那瓶酒 好像是兰巴德 那边的新款 看起来不错 看来他们 遇到什么事了 说到这个 你应该听说了吧 居乐石被人勒索了 犯人才十六岁 敲他一千万 路上听见有人 在聊这件事 犯人很快落网 目前案件应该 移交给了闲者 唉 不知道纳菲斯先生 他们怎么看 哦 对 居乐石还给我看了 那封恐吓信 做得很粗糙 不过信上的花纹 设计得很特别 而且很漂亮 等等啊 我找张纸画给你看 好了 看 很特别吧 没怎么见过这种花纹的信纸 也不知道那个犯人 从哪里买的 确实很有意思 全是沙漠民族 爱用的象征元素 啊 真的 比如这个尖顶的建筑轮廓 接近古代宫殿 还有交叉和倒影结构 有种古代文样构成 跟它非常相似 不过已经很久 没人用过了 什么文样 尖墨之殿的文章 我们俩对了一下 觉得不太对劲 就来找你们了 我们可是从城里 一路找过来的 艾尔海森觉得 你们大概率 在提纳里这里 就去化成锅找 巡林官说 你们露营去了 才走没几步 就遇到回化成锅 拿东西的赛诺 跟他说了没几句 他一下就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 接墨之殿的文章 这东西有什么可怕的吗 出事了吗 我去叫一下克莱 稍等 看来你们还不太了解 简单地说 尖墨之殿是千年前 就存在于 虚迷的一个组织 现在去教领院 就能找到 尖墨之殿的办公室 他们名义上负责 管制处理 不应被大范围流传的 信息和文献 都是些对外的说法 实际上 现存的尖墨之殿 是个空壳 学院制度下的 一个幌子而已 根据记录 真正的尖墨之殿 由赤王七柱之一 众贤之至贤 赫曼奴比斯建立 成员大都来自沙漠 而那间办公室里坐着的 没有一个来自沙漠 他们也从不使用 沙漠人的文章 难道教领院内的 那个尖墨之殿 是假的 天哪 不无可能 目的嘛 多半是想掩盖什么 可是 这么机密的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忘了吗 他当过代理贤者 而且离职了都不减薪 忘了这茬了 所以你是趁当代理贤者 把机密文件翻了一遍吗 办公室里的文件 看一下很正常吧 这件事情很奇怪啊 教领院学生写给 居乐时的恐吓信上 为什么会有 尖墨之殿的记号 犯人才十几岁 也不是沙漠人 那他又是从哪里搞到那张纸 和那个文章的 你们刚才是不是遇到赛诺 告诉他这件事了 对 他听完就冲出去了 事关居乐时 他肯定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也去看看 现在这个时间 赛诺应该会去居乐时 最近住的地方找他 尖墨之殿 与教领院有关 背后又藏着秘密 那相关的文章突然出现 肯定会引起事端 去一趟教领院比较好 老师作为胜论派贤者 理应知道真相 可以向他打听一下 信息越多 教领院方面 也越能做好准备 如果事情与 真正的尖墨之殿有关 那他绝不可能 只是个误会 克莱 得麻烦你去一趟 三十人团那边 送下消息 请他们帮忙留意 赛诺和居乐时的行踪 旅行者和派门跟我走 我们去追赛诺 好 出发吧 到了 就是那里 这么晚了 看起来也没有人在 赛诺动作一向很快 是不是来过又走了呀 这个声音 是提那里吗 萨赫哈地女士 你们果然来了 天哪 今晚到底怎么了 赛诺是不是来过 对 不久前 她突然来敲我家门 问我今天 有没有见过居乐时 我说 哎呀 那个老东西 白天就出去了 回来也没动静 我们就到居乐时那边 谁知道她根本不在屋里 赛诺见状就匆匆地走了 也没跟我细说发生了什么事 哎 严重吗 居乐时不在家 那天起来就有些严重了 赛赫哈地女士 你知道居乐时先生被勒索的事情吗 知道 那天我开门出去 就看见她站在田边浇花 手里攒着一张纸 一个人默默地思考 她那个样子 像有什么烦心事 可又不说 要不是赛诺那天 刚好过来看望她 事情不可能这么快解决 赛诺一看那封信 就要居乐时报告三十人团 岂先居乐时还不乐意呢 说什么有损名望 赛诺坚持她才照做 居乐时居然不乐意嘛 可看她上次的模样 不像是不生气啊 居乐时又是前任贤者 不排除有人 因教令院对她不满 所以赛诺说 必须上报给教令院 我那会儿也在场 听起来 居乐时一开始不想公开这件事 为什么呢 居乐时她 不会卷进什么危险的事情了吧 这老家伙 哦对 赛诺还给你们几位留了封信 他刚才写完交给我的 说是你们可能会来找他 谢谢 写了什么 我看看 朋友们 这件事比较复杂 而且不便公开 请理解 并允许我暂时独自行动 不要跟来 确实是赛诺会写的东西 谢谢你 萨和哈蒂女士 我们会尽全力保护赛诺和居乐时先生 别太担心 旅行者 派蒙 先回教练院 跟大家会合吧 哎 你们来了 怎么 哦 看来 没找到人 去过俱乐时住的地方了 他不在 赛诺第一时间就去了那边 然后又离开了 他没说自己要去哪里吗 你留了一封信给我们 让我们别跟着他 不意外 赛诺这家伙 哎 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吧 刚才我根据记忆 重新又画了一遍那个文章 这次画得比较精细 对比过古籍了 就算书里的图案比较模糊 也能看出来二者的形态和构成元素 都十分相似 嗯 而且这个文章几乎算是失传了 我们两个翻遍了图书馆 也只找到一本旧书提到它 另外 阿拉夫从乌拉卡口中 问出了他的消息来源 告诉他居乐时 从沙漠捞了一大笔钱的人 是男性 外表年轻 沙漠人 据说看上去气度不凡 而且也有学识 嗯 乌拉卡是在酒馆玩牌时 遇到对方的 那个少年自称跟商队 来城里做生意 乌拉卡听了他的话 一时兴起 说出想敲居乐时 一笔赚点钱的想法 对方大价称赞 随手找了执笔给他 原来如此 那张只被人动过手脚 那乌拉卡说的少年 现在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说出了酒馆 就再没见过那个人 后来那些事 是他按照对方的指点 独自完成的 纳菲斯和阿拉夫 去找三十人团 何时城门出入情况了 还有 纳菲斯承认目前院里的 尖默之殿是障眼法 真正的尖默之殿 曾来到雨林与教令院建立合作 但随着时代变更 闲者们一度变得迂腐愚昧 尖默之殿无法信任 当时的教令院 合作关系早已结束 这些人大约四百年前 就回归沙漠了 这个组织自诞生以来 就保护着赤王文明 与相关信仰 他们行走各处 封存管理不利于人民的智慧 他本该引导世人 走向正确的道路 是有正当意义的机构 合作关系中断 不利于教令院的名望 所以 他们建了一个假机构 来掩盖真相 这种事情 竟然持续了几百年 尖默之殿消失了几百年 居乐石又怎么会 跟他们扯上关系 这件事 恐怕赛诺都不知道 所以他才非常急切吧 利用乌拉卡勒索居乐石 是第一步 犯人想让居乐石 看到信纸上的文章 居乐石肯定认出 那个图案了 才不愿意公开 他大概 想自己把事情解决掉 没想到被赛诺 撞了个正着 既然接默之殿来自沙漠 居乐石很可能 也往那个方向去了 我得去找探 你要去沙漠 没问题吗 你不是很受不了 沙漠的环境吗 要不要换个人 水源充足的情况下还行 而且我总有种预感 最好马上跟我去看看 各位 三十人团那边有消息了 老师 那就是提纳里的老师 纳菲斯吗 我第一次见到本人 很高兴见到你们 旅行者 派蒙 有不同目击者 在两个时段 见到居乐石和大风机关赛诺 分别出城往喀万亿去了 我本想建议你们 与三十人团一起行动 但 相信你们已经听 爱尔海森和卡维说了 事关坚默之电 教令院过去确实有不少举措令我羞于启齿 哪怕是迫于无奈 终究也是可耻的 我绝不强求各位理解 眼下 也确实是我们该行动的时候 老师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这件事 似乎比我们想得更复杂 我想 或许应该避免打草惊蛇 也是 万一居乐石 跟对方有什么牵扯 或者 最坏的情况 他已经落入对方手中 甚至 各位 还请务必帮忙找回居乐石和赛诺 我们不能失去他们 需要帮忙吗 我们没问题的 真的 太好了 我从心底感谢你们 接下来 我会和阿拉夫一起 继续从乌拉卡那边着手调查 智慧宫内的事物 我想委托给艾尔海森书记官和卡维先生 提纳里 你打算去沙漠对吧 对 卡维 这件事我来就好 你留在教令院 帮艾尔海森和老师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好吧 那你千万小心 那就拜托各位了 阿拉夫 走 尽快行动吧 遇到问题 记得及时寻求帮助 会的 其那里 我们快走 陈塞诺还没跑太远 以他的速度 应该已经跑得很远了 不过还来得及 出发吧 到卡维亚了 接下来要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是不是应该问问附近的卫边 等等 看那边 那个背影 迪西亚 你要一个人进沙漠吗 我不是非要劝你 但 不是第一次去了 没问题的 塞诺 如果你去意已决 那至少听我们的 带上比预期多五天的物资 我去做点准备 你果然在卡维亦 是追着居乐使过来的吧 不是让你们别跟来吗 动作居然这么快 我们可没说不陪你去 你怎么就决定独自行动了呢 我没别的意思 事态复杂 可能的话 我不想把任何人卷进来 能让塞诺特地追到卡维亚来的人 肯定有来头 但你今天未免太见外了吧 只问我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打扮的老爷子 名字都不透露 难道是什么不能公开的逃犯 啊还有 好久不见了各位 迪西亚 坎迪斯 这次回来能见到大家真好呢 嘿嘿 看到你们健康就好 我和坎迪斯来卡维亚办事 遇到塞诺在这里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卡维亚的人见过他说的那位老先生 那人年纪不小了 居然一个人带着驼兽进了沙漠 身边好像也没多少物资 有故事 绝对有故事 塞诺 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告诉我 有什么我们能为你做的 要求尽管提 人多力量大 一定能找到你要找的人 不 没那么简单 他恐怕会躲着我们 我们听萨和亥蒂说了 很明显 那位先生也想独自处理问题 想从黄沙里翻出一个 刻意隐藏自己的人 没那么容易 看来势态 比我们想的复杂很多 不管怎么说 他从卡万一走 那有很大概率途经阿儒村 你不妨到阿儒村问问 有没有人见过他 谢谢 等事情解决 我会回来感谢你们的 还也别那么严肃嘛 回头到城里一起喝酒就好 你请客 好 一言为定 那接下来 我们来处理就行 谢谢 你们的好意我都记着 行 快去吧 需要搬救兵的话 回来这里找我们就行 千万不要客气 你们的事 就是我的事 放心 我们会盯着这个家伙的 稍等 我有几句话要说 什么 你离开露营地之后 你最后再去看 你在哪里 你怎么办 接受了许多失恋 后来遇到了老师 老师把我带回须米 回想起来 那些记忆都很模糊 至于信上的文章 多亏卡维注意到了 否则 我们现在可能都还没发觉 老师的异常 我对那个图案没有印象 很难说是没见过 还是记忆模糊造成的 确实 感谢他发现了这一点 也感谢阿尔海森 当过代理选者吧 但俱乐师一定是认出了 那个图案 否则不会故意瞒报 他跟芥末之殿的关系 说不定比你还大 我也这么觉得 老师从没主动提起过 这个组织 就算谈到赫曼奴比斯与平一 也只是草草代国 从不深入 对了 你应该知道 既然我和旅行者追上来 你就不能继续单独行动了吧 我知道 我也接受了 应该说 半路甩掉你们的难度很大 我考虑之后 决定接受现实 没错 事实就是 我们会和你一起去 这样就算有什么事 大家也好彼此关照 行 回头也请你们喝酒 可以 走吧 去问问这里的护卫 你好 大风机关塞诺大人 我在找人 想跟你确认一下 阿儒村近期的出入情况 您说的这个人 前不久刚经过阿儒村 他在这里补充了一些饮用水和食物 魏陀寿吃了饲料 就又出发了 他往哪里去了 我想想 他在村口坐了一会儿 跟来送水的人闲聊 好像说 是要去绿洲附近 但他没说哪个绿洲 您有地图吗 我给您把他前进的方向 和到这附近绿洲的路线 都标注上去 我带了 请用 好的 好了 非常感谢 你帮了我大忙 气性真好啊你 别客气 这都是应该的 祝你们顺利找到要找的人 等等 那边有人在 问问他们有没有消息吧 可以 我来 我来吧 为什么提那里会说 他来比较好呢 我的来历 打扮和样貌 对沙漠人来说比较特殊 以防万一 让身份更稳妥的人去比较好 你们好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 我和朋友在找走失的老人 方便和你们聊聊吗 找人吗 好好好 你要问什么 对方大概长这样 穿着长袍 眼睛有神 气质文雅的白发老人 而且是单独行动 这种人挺有特点的嘛 是啊 见过应该忘不了 他在看后面的人 那个人看过来了耶 那位先生的外形很有特色呀 嘿 你就是大风机关赛诺 是我 你好像不惊讶别人认识你 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是你在找人 对吧 这个人不对劲 怎么 这就开始提防我了 不用掩饰 我知道你们在猜忌什么 不过 好像是你们自己来问路的吧 我以为你们是普通的商人 但现在看来不是 你的下属看起来很随便 实际上 比普通的佣兵更能打 喂 你们成下属了 付我公钱就好 别跟他们绕圈子了 我都烦了 行行行 你们几个跟我来 不是在找人吗 长袍老人 白发 气质文雅 聚乐石在你们心里居然是这种形象 你知道聚乐石在哪儿 跟上我 你就能见到他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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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哪来的聚乐石呀 请退后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冒出来了 这里竟然有这么大的建筑 而且是隐藏起来的 赤王的技术 你 你是 不对 你们是谁呀 难道这里是尖墨织殿 你是尖墨织殿的人 别急 还没到聊天的时候 沙漠里居然有这种地方 而且就隐藏在绿洲旁边 我突然有点害怕 聚乐石肯定也是被他抓的 这个人 这个人不会就是乌拉卡说的 沙漠人吧 怎么了 在想你的老师 你最好没有做什么 会让自己后悔的事 确实 我也希望我没有做过那些 会让你们都怒的事 好了 就在这里等吧 我会向这里的领袖 报告你们已经来到了 尖墨织殿 他出面前 请你们静候 他把我们扔在这里 自己走了 没有人来抓我们呢 这些人在绿洲里不是偶然 他们是在等我们 看来 那个首领非常希望我们来 这里就是尖墨制殿吗 离开雨林以后 他们居然藏在这种地方 快看 刚才那个人又出来了 别着急 等会儿 会有人来叫你们的 你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 看到你们很高兴 把这件事给忘了 我叫塞索斯 我会在这里 但不打算什么问题都回答 其他的嘛 你们看着办吧 我们被允许自由行动 是吗 是啊 反正我也不担心你们跑掉 居乐石就在这里 你们应该很期待和他见面吧 各位 他说得对 反正还有时间 四处转转吧 没想到真正的尖墨制殿 隐藏在这种地方 我们不是没经过过这里 却一次都没发现 赤王的技术吧 遗留至今 竟然还有这种威能 得小心那些家伙 不过至少目前可以确定 老实还算安全 塞索斯 你有空聊聊天吗 好啊 比起聊天更想问问题 对吧 很正常 也不能说经常 人们进不到这里面 尖墨之殿 是孤独而静默的地方 嗯 是我 不过你说的不准确 我没有骗那个学生 是他自己在酒馆里 打听有没有来见快的办法 他还说 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弄到钱 违法也没关系 于是我告诉他 菊勒石偷藏了一大笔 从沙漠搞来的钱 那不就是栽赃菊勒石吗 话不能这么说 回忆一下 他只说自己知道 菊勒石的秘密 又没说是什么秘密 当然 乌拉卡真是个好帮手 喝醉了很听话 对出主意的人言听计从 这么没主见 难怪在教练院混不下去啊 那为什么菊勒石一收到信 就连夜离开了 这个嘛 你们自己去问菊勒石吧 有些事我不能替他回答 好话坏话都说不得 你只要知道 菊勒石认识我们的文章 他是愿者上钩 瞧你问的 须迷谁不认识 大风机关赛诺大人呢 可是刚才在绿州 你还特地问了一句 谁是赛诺 难道你从来没见过他 我又不住在雨林 大风机关 哪是想见就能见到的 总觉得这家伙 瞒着什么没说 我们才见没多久 现在就把答案全都告诉你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没进去过 真的吗 我没必要去教令院啊 乌拉卡这种人 酒馆里多得是 再说 教令院的作为 我们也不是不清楚 须迷城的门就在那里 谁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嘛 每天那么多人在街上聊天 到处逛逛就知道了 哦 来了 我走了 爷爷 你想见的人就在这里 辛苦你了 塞索斯 很荣幸见到诸位 我是坚末之殿的现任首领 巴木恩 为了答谢你们耐心等候 带他上来 老师 菊勒石 你没事吧 注意你们的行为 非常抱歉 令你不快绝非我们的本意 只是菊勒石对坚末之殿来说 太过特别了 不得不想办法请他回来 菊勒石欠了我一条命 也欠了坚末之殿一些人情 很久以前我放过了他 而现在 我想讨回这些 本来想在你们来之前 结束跟这个老东西的恩怨 没想到你们跑得比飞还快 回去吧 塞诺 老头子之间的事 跟你们年轻人无关 你不愿声仗 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到这里来 走得匆忙只是想甩掉我们 人生在世总会有无奈的时候 你不该来的 还带着这么多人 我们自愿陪赛诺过来救你 也希望您能说出真相 否则这对被留下的人很不公平 秘密之所以是秘密 就是因为说出口会带来不幸啊 害怕了 害怕了 面对你尽心尽力 不是rt诺 那你应该来的 带来的 你让我来的 你以后 你能带来一个 地区 你和我 赛诺 走得到 但终有一日黄沙追上你的影子 届时 你要付出代价 很能记仇啊 赫曼努比斯的力量和使用者 是你吗 老师 你不说两句吗 巴木恩说得没错 我确实来过这里 很多年前 我险些在沙漠遇难 是他救了我 得知我是学者 他邀请我一起复兴赫曼努比斯的力量 那是一个隐秘而伟大的计划 坚默之殿失去赫曼努比斯太久 缺乏武力 缺少信仰 所以巴木恩提出 将拔铃 相当于将赫曼努比斯的碎片植入到适合者体内 实验成功 这个人就会被平移 建墨制殿里有许多志愿者 但我们发现成人的身体 无法承受那种强大的力量 最终 巴木恩献出了他的养孙 而另一个适合者 他的父母用他交换了一些财富 这两个孩子成为了承载赫曼努比斯的可能 多年来 坚默之殿都持有两片赫曼努比斯的跋铃 这是他真身化作的力量结晶 极为细有 将实验者送入戴法阵的房间 让他在增幅后的跋铃周围停留一定时间 只要不排斥 就可以被认为适应这种力量 实验依然按照原本的计划 分为三个阶段 共鸣 植入 存活率观察 前期共鸣都还算顺利 我开始犹豫 是先后实验 根据效果做进一步打算 还是同时植入 进行对照 就在那时 两枚霸凌同时发出了 从未有过的活性光芒 如果不及时植入 霸凌本身都会碎裂消失 能与霸凌产生共鸣 已经是天赋了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让年轻的个体 同时接受两枚霸凌 更是无法想象 为了延续信仰和力量 我们马上进行了分别实验 最后 我还是终止了实验 并带走了其中一个孩子 看在过去的份上 我不派人追杀你们 然而从那以后 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一直很想见到你 赛诺 你和霸凌的离开 使我们一筹莫展 我们一直在衰败 原来如此 我是这么得到力量的 就当是借了你的拔凌十几年吧 现在我也老了 作为报复 你想夺走我的性命 没问题 但你不能对赛诺动手 他是现任大风济官 你的不当举措 会被视为对教令院全面宣战 你不记得了 但你见过我们 亲爱的赛诺 那时你还很小 我们在这里 为神明的降临而狂欢 你和他 赛索斯 我们最后的希望 你想要回这份力量 作为荷曼奴比斯的追随者 我已经放任这份力量 在雨林流传了很久 现在该收回了 你无权要求一个 被天意选中的人 归还他所拥有的东西 不 赛诺确实被选中了 可他不是唯一的 我的孩子赛索斯 也有同样的才能 这是换回老师的条件吗 这份卑劣只属于我 与剑末之殿无关 我的鱼形玷污了 剑末之殿的荣光 我必须为当年的决定负责 你的意思是 仅存的拔凌力量有限 你们需要拿回我这一枚 植入到他身上 属于神的力量会带来痛苦 你怎么知道赛索斯能承受 他成长了 再说这是我们该去背负的事物 你已经背叛 不必再来理解我们 于情于理 我都不应该认可你的提案 可是 别听他的 赛诺 你的力量不止属于自己 你得搞清楚 我知道 但将老师的性命 与力量的碎片放到天平上比较 也绝不合理 抱歉 我插一句 在我看来 这件事情还有矛盾 假如赛诺不归还他的力量 你也不会无条件释放居乐石 难道你大费周章的计划 就只安排到这里 你在试探 可是到如今 我认为我们不用再讨价还价了 还有什么筹码 都说出来 等等 你的耳朵 巴罗加修纳的后人 竟也来到这里了 果然 我们已有我们的命运 赫曼奴比斯 将给予我们需要的一切 或许 就在今日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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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突然磕成那样 看起来好虚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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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思... 你... 爷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里交给我。 我这个人不喜欢太复杂的谈话,长话短说吧。 当年如果不是居乐时临时终止实验,计划很可能成功。 赫曼努比斯的智慧,理应将练在这里。 不过,都过去那么久了,说这些也没意义。 我跟爷爷不一样,尖默之殿来历不凡,又背负了崇高的职责。 做首领的人,难免自尊心太强。 我倒不这么想,我不认为如今尖默之殿还拥有过去的威信。 时间磨平了威望,改变了太多东西。 所以我不会强硬,除了居乐时, 其他人都可以离开。 我会像爷爷一样,给你们一次机会。 哈哈哈哈。 小子,你真有几分巴木恩年轻时的魄力和眼睛。 我衷心希望你们客观地看待如今的教令院。 你去过须弥城了,应该知道有些事有所变化,一切都在好起来。 为什么不重新考虑与教令院合作呢? 如果你没背叛爷爷,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但太晚了,俱乐时。 提娜里刚才说过,你们的计划不会只到这里。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你和巴木恩要的无非是拔凌。 老师出于愧疚,愿意接受你们的复仇。 必须做出选择的人,一直都是我。 说到底,还是想让我用拔凌来交换吧。 看起来你再认真考虑。 我不可能放弃老师,也不会回避早晚要面对的问题。 给我一晚上时间做决定。 可以,等你消息,赛诺。 对,爷爷还有许多话要跟俱乐时聊。 我就先带他过去了。 你确定要跟他谈判? 让我好好想想。 各位,我们晚上再碰面。 在那之前,你们就自由活动吧。 好吧,你也别太逞强。 有问题及时找我们讨论哦。 我认真考虑过了。 老师那个脾气,等孤身跑到沙漠来, 就肯定做好了再也不回去的准备。 他又是个爱憎分明,一意孤行的人。 我们不可能说服他逃走。 我同意。 我的老师纳菲斯也说过, 俱乐时这个人很死心眼。 嗯,另外,我还想到一些事。 既然墨汁殿的信息你们都知道了, 我这里没有要补充的内容。 我对这地方的记忆还是很模糊, 多半是受拔凌影响。 小时候,我经常觉得头痛,反复发烧。 当时还会突然感受到某种伟大的情感, 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 可都是片段,记不住。 我那时还小, 只知道脑子里有股顽强的意志。 现在想想,哪怕无法交流, 赫曼努比斯也以某种方式鼓舞着人类。 那种传入精神的力量, 也许就是他们信仰的东西。 赫曼努比斯的意志和力量确实存在, 所以…… 你要说他威胁吗?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不,我不打算还。 他们也许有资格把握旗主力量的去向, 但我需要这份力量来守护须米。 我要正面对抗, 堂堂正正地再次赢下这股力量。 对了, 临走前艾埃海森提醒过我, 金墨之殿从前是个古老的贵族般的组织, 而贵族总是被自己的礼仪所束缚。 卡维也说他在沙漠工作时, 听说沙漠部落大多都有自己的规矩。 沙漠人总说, 自己无法违背血统和部落规矩。 我们不妨主动一些, 提出我们的方案。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想到一起去了, 占据先机, 主动提出无法拒绝的条件, 我们就有可能拿下他们。 嗯, 切入口也想到了, 我们可以去找塞索斯, 告诉他我懂一些医学, 想看看他祖父的情况。 塞索斯, 我们谈谈吧。 你想清楚了吗? 在那之前, 我稍微懂一点医学, 能不能让我看看巴默文的情况? 没问题, 不过我们的人里也有医生。 你想看出什么新花样, 怕是不可能了。 我只是需要一个答案。 跟我来。 轻一点, 别, 别吵到他。 我们到外面说吧。 巴默文深度昏迷了, 情况很不乐观。 你们的医生, 肯定也诊断出了同样的结果。 年轻时受过重伤, 后来又积劳成疾, 年迈体衰。 我必须遗憾地通知你。 他的状况对我来说还算眼熟。 一般这样的人, 最多只能再坚持几天。 这些我早就知道。 你是他的继承人吧? 看得出, 你尊重他。 但你们想法不完全一样。 你顾虑的方面更多, 更现实。 开个条件吧。 在巴默文还看得见的时间里, 给这件事一个结果。 我知道你在乎。 对啊, 很多事不能拖, 你应该明白的。 其实, 你们俩现在的处境非常相似, 都跟养育自己的人想法不同。 而且明明是另一代人的矛盾, 做决定的却是你们。 你说的没错。 这件事里, 双方立场都已经变化转移了。 我同意, 塞诺。 一切皆因赫曼努比斯而起, 不妨以用他的仪式来做了断。 传说, 赫曼努比斯刚到图莱多拉城时, 曾与人比武。 他和他的两位同伴连日战斗, 收复人心, 招揽了大批有志之士。 那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尖末之殿的一份子。 这是我们的开始, 也是我们的仪式, 决斗之仪。 很有意义。 就用这个办法吧。 你也拥有赫曼努比斯之力, 与尖末之殿有很大关系。 我同意你带同伴参加这场比试。 三对三, 可以。 但我有要求, 你们作为功累方, 必须连胜三局。 而且赛诺, 你我都要赌上自己持有的拔凌。 放任俱乐时带走拔凌, 是爷爷从前因怜悯犯下的错误, 也是尖末之殿必须跨过的议题。 这一点上, 我不能退让。 准合我意。 如果我赢了, 尖末之殿必须释放俱乐时, 并将过去的事一笔勾销。 如果你赢了, 我会归还这份力量。 一言为定。 那么明天晚上八点, 到一室之厅见面吧。 都谈到这个份上, 可没有回头路了。 也不是才开始的。 从老师偷偷溜走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你得赢。 不论是作为大风机关, 还是作为你自己, 都需要这份力量。 对啊, 而且这股力量跟了你这么久, 他一定也认可你了。 不论是作为风机关, 还是作为我自己。 是啊, 这么想想,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克服困难, 制服了这股力量的。 又不是谁都能做到。 就是就是。 嗯, 我和旅行者绝对不会输。 我也一样。 沙漠文明非常古老, 又因为种种原因, 一度和雨林产生间隙。 就像迪西亚说的, 偏见阻隔着人们, 心病更是一切的源头。 我总觉得, 巴姆恩在乎的东西似乎远不止这些。 塞索斯也不是恶人, 他有他的打算。 一切, 就看明天了。 今日, 当着众贤之智贤, 赫曼努比斯大人权柄与威能的见证, 我等将再次举行决斗之仪。 此为至圣的仪式, 官吏者将不可打扰, 百般恭敬, 庄严地观看全过程。 肩默之殿的代表, 防守方。 爷爷, 你来了。 多少年了。 你竟然举办这个仪式, 塞索斯。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爷爷, 放心看着吧。 教令院的代表, 进攻方。 准备好了。 今天, 我们会用实力赢下话语权。 那么, 请双方就位, 决定出战顺序。 在这里, 我等将不问来者何来, 去者何去。 赌上赫曼努比斯的力量, 战斗直到决出胜负。 真的吗? 我同意, 他很强, 率先出战能震慑对手。 那你第二个。 嗯, 决定好了。 我们也决定好了。 开始吧。 第一回合的选手, 请上前。 安全至上。 呃, 那边那个讨厌鬼, 敢打到他我就跟你拼了。 那边的观众席有点吵闹咯。 呃, 你别管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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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结束得很快。 下面, 请第二回合的选手上前。 准备好的话, 随时可以开始。 开始吧。 小心, 注意闪避。 起那里,加油啊! 赛前补充了水分, 应该没问题吧? 这些弱吐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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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我听见。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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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入土吧 万影猪连 第二回合也结束了 第三回合的选手 请上前 我准备好了 我也是 这是本次仪式的最后一环 请记住你们双方开出的条件 准备好的话 随时可以开始 我是赫曼努比斯力量的适合者 现任坚末之殿首领 巴姆安之孙 赛索斯 长久以来 我们坚末之殿 谨遵赫曼努比斯大人的要求 保守秘密 依未求自保之力 而与走投无路之时进行实验 我们追随他的真知与力量 渴求他的灵魂与光明一同降下 现在我要为争备这份力量而战 我是大风机关赛诺 闲者居乐时的学生与继承者 为捍卫我的力量 我的老师 与我的国家而战 你呢 你呢 还有没说出口的话吧 既然是崇高的决斗 就在赫曼努比斯眼前 展露你的真心 所有人 不论男女老少 都在期待着这场战斗的结果 爷爷是贤明的领导者 也是背负了血腥之名的首领 我知道他怎么想 也知道他怎么期待我 但我们已经被信仰束缚了很久 后来 我去了一趟雨林 见到了城里的人 时代变了 现在的须迷人 似乎更快乐自由一些 我站在高处 俯瞰着脚下的街景 然后我想到你 赛诺 你也拥有这份力量 却过着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赫曼努比斯的拔凌各有象征 威能 荣光 以及诸多未解之密 我想过 大概是因为我们获得的拔凌 象征不同 才会有这种区别 又或者 你已经找到了我不曾拥有的答案 我不仅是一个战士 更是我自己 对 你我都是赫曼努比斯的容器 也不全是 他的名字影响了你我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如果是你 一定可以回答我的问题 在这份力量与信仰之外 我还能带来什么 来吧 我还能不能回答 这就是你的权力以赴 你不是要找到他吗 你不是要找到他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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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負已定了 還打嗎 啊 你贏了 看起來 你已經找到答案了 啊 我將榮光交給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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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光輝 我等的尊主 眾祭司之祭司 赫曼奴比斯大人 那雷光 便是他的化身 是他意志的延續 他原是提納勒的勇士 自荒漠中現身 被神亡阿赫瑪而作用 神亡死後 赫曼奴比斯 帶著他的信仰者 連同常年擔任祭祀的提納勒人 一同到圖來杜拉城 建立堅墨之殿 那便是我 我們最初的起點 我們的職責 是保護和管理赤王文明 所遺留的知識 白玉年後 沙中動亂 賭金珠王們先後發動戰爭 僅存的文明 也毀於戰火 為有智慧的城邦 突來杜拉 在提納勒人引導下 免於猛難 好景不長 野獸們最終還是盯上了 傳說藏有赤王知識的突來獨老 居爾城的大王 率軍包圍此地 惡令智者們 交出堅墨之殿 以證明他的威光 駕鄰此地 城中貴族與霸主勾結 以出賣金珠之殿的行事 保全自己的統治 更推說金珠之殿所掌握的知識 才是污染的根源 一時間 金珠之殿四面楚歌 我等的尊主 早已為阻止赤王知識中包含的污染蔓延 而耗盡力量 為了讓金珠之殿延續下去 他擊碎自己 啟動了赫曼努比斯的傳承儀式 將力量平移到凡人身上 借助這份力量 金珠之殿擊退了霸主的大軍 然而 我們並未被視為英雄 為之之力令沙漠人民心生恐懼 排斥我們 最終 金珠之殿的人們 與突來獨拉的提納勒人 一同離開沙漠 進入了雨林 最後的故事並不難想像 突來獨拉的貴族被消滅殆盡 戰火燒遍整個沙漠 我們則背負著秘密與使命 躲藏起來 漂泊 流浪 因為背叛 因為背叛 我們自沙漠去往雨林 又因為不信任 我們從雨林回到沙漠 太久了 太久了 然而今日 劍末之殿又一次 得見赫曼奴彼斯的光輝 感謝您 追.'" 呃 《奴緣》 爷爷 赛索斯 别太伤心了 嗯 只是在怀念的 你提前做过心理准备了 对吧 是啊 爷爷的身体早就不行了 他是硬撑才撑到了今天 我们总算在他看得见的时候 完成了这件事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按照爷爷的遗愿 剑末之殿将归顺拥有最多赫曼努比斯之力的人统帅 赛索 你应该成为新一任首领 你也知道不可能吧 我是大风机关 得留在须迷教令院 不过 也能想到会有这种事了 我对这里的环境 人员和舒坑了解甚少 并不适合领导你们 赛索斯 你才是最好的继承人 如果我们没举行决斗 或者你还做了其他准备 那八灵现在很可能都在你手上 八木恩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你是这么看待爷爷的吗 是啊 但看八木恩的样子 并没对你们的行为表现出太多意外 或许 他早就遇见到这种结果了 总之 既然八灵在我这里 那么由我来决定也可以吧 赛索斯 我希望你接任八木恩成为新首领 你比我合适 也一定能做好 就当是帮我这个忙吧 那之前发生的事岂不是没了意义 还是有的 你我现在是有非敌 这就意味着 教令院和监末支店 将再次成为合作伙伴 意义非凡 赛索斯 你要相信 一切正在好转 你们也一样 也好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其实我隐约感觉 八木恩从一开始 就只是在制造压力 逼我们赌上八灵决一胜负 这样一来 无论是取回八灵 还是让出八灵 赫曼奴比斯之力 都会汇聚到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赢 坚末支店 就会得到双倍的力量 如果我赢 他也算准了 我不会贸然出任坚末支店的首领 更不会暴力吞并你们 除了神明的指引 他也同样需要教令院支持 他揽下所有责任 就是要让后人 接手一个相对 没负担的减膜支店 不管禁忍者是谁 与教令院的交涉 都会变得容易 用一封信印出老师 后面的事 无论如何都是正收益 还以为大风机关 不关心这些小细节呢 确实如你所说 这些事我和爷爷都考虑到了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 缓解与教令院的关系 多少算是利用了那场仪式 也谢谢你 塞诺 作为回报 你与小吉祥草王认可的人 将获得前来坚末支店 汲取更多知识的荣耀 坚末支店 是现今世上搜集了最多赤王文明 相关信息的组织 有能力在你们需要时 提供更多情报 不过你们的甄选 必须慎之诱甚 避免误导人类重蹈覆辙 对了 提纳里 爷爷见到你非常高兴 你是巴罗加修纳的后人 而我们是继承了 赫曼努比斯一职的人 在赫曼努比斯的故事中 他是赤王从提纳勒人里 选出的闲者 以崇高之身 尽为神的眷属 后来 他与他的提纳勒人伙伴 一同为崇高的目的而战 从建立坚末支店 到图莱杜拉城赴密 他们始终并肩 离开图莱杜拉的提纳勒人 与普通人一同迁往雨林 几百年后 一部分人回归沙漠 不少提纳勒人则留下来 开枝散叶 那些人 或许就是你的祖先 原来是这样 父亲提过我的名字 取自提纳勒人一词 没想到 原来我和坚末支店 也算有些渊源 听起来真不错 对了 你们见到聚乐石了没 聚乐石 应该在爷爷的卧室那边吧 他好像也很缅怀爷爷 但又不想当着我的面这样做 假如一切都是你和巴摩恩的计划 那他对聚乐石 也许并没那么大恨意 唉 谁知道呢 说不定聚乐石也好 你们也好 我也好 都只是爷爷用来摆正轨迹的把守 他可坏了 历史的岔路上 总要有人做决定 这些事 我会详细报告给小吉祥草王 安排教令院代表 赶来沙漠与你见面 等你安顿好手上的事 可以来雨林一趟 住几天 进一步跟大家建立联络 既然要合作 那双方都要更熟悉彼此 我会的 那回头见了 各位 回头见 要来找我们玩哦 一把年纪还冒这么大的险 除了是谁负责 烂摊子谁收拾 你好什么 这不是没办法吗 什么叫没办法 你一个大学者活了一辈子 头发都白了 还以为自己今年二十岁 是逞英雄的岁数吗 跑到沙漠里去送死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也真亏巴姆恩 没把你往死路上逼 好了好了 你到底帮他还是帮我呀 我才是你的同学兼同事好不好 没什么好说的了 依我看 你就是一把不堪一击的老骨头 你说什么 我明明是老年英雄 以血肉之躯 守护了须迷的风济观之力呀 不过嘛 不过嘛 好吧 这次我理亏 回院里给你打一个月功总行了吧 一个月 三个月 提那里的老师骂俱乐时 骂得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还是别过去了 老师自找的 不用理他 哇 好久没见过老师 这么神采奕奕的样子了 上回见他眉飞色舞的骂人 还是我在校的时候 我想去找大家依次报个信 告诉他们事情解决了 要一起吗 通知完去吃饭 我请客 怎么样 合理 我参加 我也一起 走吧 看到了 喂 客来 你们回来了 来得正好 我倒要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听说你们跑到沙漠里去 还遭遇了重大危机 已经解决了 不是这个问题 你 还有你 还有你们两个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遇到事情可以求助的吗 前辈我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再说 我还对沙漠非常有心得呢 不要和现在的发露山对着干 你说得对 我不是第一次谈这个问题了 该依赖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依赖 明白吗 否则 客来 快想个办法帮帮我们 是给我的信号 好吧 只能使出绝技了 那个 发露山前辈 先别忙着生气了 上次说的 你要带我游览教练院的事 还做数吗 等等 真的吗 克莱 原来你还记得那件事 太好了 前辈这就带你去看看 以前我们上课的地方 发露山拉着克莱走了 他是什么叫灵院导游吗 哎 克莱 杯子 杯子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是提娜李师傅 提醒我出门在外 别忘了多喝水 杯子的意思 是在咖啡馆集合 上学时我和提娜李 也用这个暗号 家传的 传给妹妹了 哦 原来是这样 还有两个家伙 也叫上他们吧 我没看错吧 你们在这里勤奋苦学 在整理用完的资料 太多了 你看看 不用着急 反正这些书没人看 这次多谢你们了 嗯 托你们的福 事情解决得很顺利 结果也比想得好一些 原来如此 结末之店用于自保的手段 确实特殊 难怪能隐藏这么多年 而且还保存了那么多文献 有机会真想亲眼见识一下 会有那一天的 不论如何 结末之店的意义都很重大 作为答谢 我请客喝咖啡 听起来还不错 嗯 好是好 就是这几天 咖啡喝得有点超亮了 我点些别的吧 可以 走吧 然后啊 这家伙突然扑上去 给了对手一剑 还有提那里 他打起家来也很厉害呢 这次我们连胜三局 啊 不知道该说想看现场 还是担心你们 转播得好 就算讲得含糊不清 也让人精神振奋 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先扑上去 这样出剑 然后转身 格挡 连赢三局 还把首领的位置 让给了对方 赛诺表现得很有风度嘛 这是当然的 强者有强者的风度 这次我也当了强者呢 很少在沙漠里跟人打架 感觉还挺特别的 对对 其实非常恢复 听我说 是这样的 派蒙 别光顾着说话 甜点送来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回家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去智慧宫 把没整理完的书收好啊 我也这么想 那再见 先走了 回头见 你们今晚一定要好好休息 我得去一趟三十人团那里道谢 另外 纳菲斯县事也说 会带我了解教练医院的一些工作流程 那我先过去了 柯莱与人相处融洽了很多呢 大家都在慢慢成长嘛 是啊 我现在总算有事情都结束了的感觉了 忙碌过后坐下来吃吃喝喝休息聊天才是人生呀 三诺请的甜点真好吃下次我还想来 旅行者 派蒙 提那里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如果没有 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 先保密 给你个惊喜 大概能想到 确实是惊喜 说得我都好奇了 走吧走吧 快点 好久没上来了 原来是这样的地方 好高啊 要帮忙吗 好吧 这里不错吧 很高呢 风景很好 旅行者 回头看 这里是我的秘密 基地 只带好朋友来 学生时代 我经常留上来发呆 那时还小 朋友没现在多 以前的我也有跟赛索斯一样的问题 我是谁 为什么拥有这种力量 又为什么而战 天赋赠予的东西 会帮助我们在人群中找到位置 我是这么过来的 赛索斯也会 你们俩真的像兄弟一样 我也觉得 这是当然 不该谦虚的地方 我从不谦虚 我们以前来这里聊天做功课 赛诺还不小心把水果弄掉下去了 幸好他也明手快 一把捞住 也就那一次 现在不可能 如今的我不会说话 唉 真怀念啊 好久没当学生了 按理说 我想象不出赛诺干这种事 但不知为什么 眼前有画面了 别想了 嗯 那边是 老师 你们先聊 我离开一会儿 好 喂 喂 就跳下去了 小心点呀 我的天 这张也太傻了 老师 一个人在这里嘀咕什么呢 唉 赛诺来得正好 你看我在旧笔记里找到了什么 以前的画片 这本笔记 在贤者办公室的杂物堆里 一直忘了拿走 也没人发现 刚才跟纳菲斯商量着回院里帮他的忙 正好去了他办公室 就翻到他了 哎呀 日子过得真快啊 画片上你个子才这么点 还是个小孩子呢 画片上你也很年轻 这张 我记得这张 是丽莎师姐抓拍的吧 肯定是 这么貂窜的角度 除了她还有谁把我拍得这么丑 还有这张 我们在打瞌睡 哼 为着我们俩偷偷照的吧 小丫头 老师 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说什么呀 说画片拍得好 真到了这种时刻 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不是个好人 把母恩恨我 理所应当 如果你恨我 如果你恨我 也是理所应当 胡说什么呢 你这老头 哎呀 不就是想听这句话吗 离开沙漠以后 我梦到过那里好几次 有时梦见在做研究 有时梦见 刚被他们救起来 那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我们都从对方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些年 你长大了很多呀 赛诺 考虑到你是我恩师 不方便揭穿你说废话的事实 要不然 我就不回答了吧 哼 说着不回答 不还是全说出来了吗 哎呀 真是的 耍嘴皮 欺负我一个老头 算什么英雄 等等 这里怎么还有一张 也是师姐拍的吧 他到底拍了多少 这么看 还是小时候可爱 还老实 老实也是以前正经 你呀 冷笑话说的比我好 顶嘴也赢过我了 别这么说 我还是很尊敬你的 哼 这还差不多 我说 咱们找个时间 和你丽莎师姐聚聚吧 好啊 找个时间 去蒙得看他吧 行 写进日程里 下周就出发 哦 不对 下周是番茄比赛 我得跟萨赫哈地决一死战 找点别的兴趣吧 老师 风景真不错 这种氛围下 应该出其不意地讲个笑话 哎 日子过得太快了 孩子们都长大了 但有什么用呢 哼 纳菲斯找我麻烦的时候 采诺根本保护不了我 哼 这小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